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大家收获满满满在而归 那活动一开始 我们要先邀请到我们的主办单位 在一部青年发展署的王佑金王科长上台 跟大家讲几句话 大家可以掌声欢迎 各位高雄的青年朋友 家长还有关心度假打工资讯的各位大家好 好 那今天来到高雄 真的感受到非常热情如火 从外面的天气 还有到大家刚刚的这个招呼声 都可以感受到高雄的热情 那今天来这边 不只是感受高雄的热情 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整个度假打工的活力 可以带到高雄 给高雄的青年朋友们 可以共同参加我们海外度假打工 这样子一个有一定的活动 那其实度假打工 对我们青年来朋友来说 其实是可以给你们带来 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样的一个改变 那在座的各位 可能有的已经在职场上 那可能也有的是还是学生 那可能还有的是在思考 下一步应该要往哪个地方走 那其实度假打工 就是提供给你们一个 让你们可以在现在生活中 有一点不一样的开始 那透过度假打工 其实我们可以到海外来看看 可以尝试跟过去所学的不一样 或者是跟过去所做的不一样 大家都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去看看 原来我可以给自己的生命 带来怎么样不一样的转变 甚至是在海外的过程中 我们不只是打工 度假打工的重点在于 在度假中体验生活 同时在工作中体验人生 所以透过度假打工 其实你们可以体验异国的文化 在海外我们跟当地人交流 我们可以学到海外 怎么样的观念还有想法 那透过打工 我可以做一些怎么样 跟过去我曾经走过的 生命历程不一样的事情 这都是我们希望 透过海外度假打工 给各位青年带来 不一样生命的改变 那我们都知道 你的梦想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所以我们也期待各位 可以透过海外度假打工 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也因此我们今天整个团队 拉到高雄 包括我们外交部的长官同仁 还有我们中央的各部会 以及我们驻华使节 还有曾经有海外度假打工 经验的青年 都会在今天跟各位做一个经验 还有资讯的分享 那也祝福各位 可以收获满满满在而归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王总部长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到外交部的 陈伯修成处长上台 跟大家讲几句话 请大家给大家掌声欢迎 向外面 大家好 好 在座所有参加今天度假打工宣导会的青年朋友家长 还有从中央各部会来的 第二位长官打给武安 武安 武安 我们主办单位教育部 这个王科长刚刚迷疲了 这个度假打工 那我今天来这边代表外交部 我是贵宾人 我不是主办单位 我是贵宾人 贵宾要讲话要致辞 那对于度假打工来讲的话 我看了这个今天的行程来讲 还有四位曾经到澳大利亚度假打工的青年朋友 那你一定要还有一位到加拿大去的 大家有一些经验的分享 对不对 另外呢 整个茶叙之后呢 还有一个座谈会 那事实上度假打工这个政策 是提供给我们青年朋友一个往外 到海外去或是一个机会 但是这边有几点提醒各位 第一个不管怎么样到海外 第一个要注意安全 第二个要有一个概念 里面常常出国旅游 出国旅游跟度假打工 不能画上更好 大家可能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度假打工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第三个如果说有机会 精进你的外国语言 真的要把握机会 真的要把握机会 精进你的外语 第四个到海外之后 不管怎么样 记得跟你在台湾的家人保持联络 如果你几个礼拜或几天没有打工要回家 你的家长 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很紧张 所以不要忘了 现在的科技非常方便 不讲话 没讲的话没关系 很多联络的方式 请不要忽略 再来 就是整个中央部会 对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视 我想看了这个schedule里面 大概有中央指数七个部会 七个部会派人到高雄厂来 当然外交部更特别特别的重视 因为外交部呢 我们在海外的管处 必须担忽起联系的工作 外交部来的 由我们这个张晓如张副长 他是经验很丰富的 曾经是我们德国代表 这个副代表 后来汉堡的红林氏 还有我们张晓光专门委员 陈启嘉的陈启嘉附参事 他曾经派出澳洲 还有这个红林球 红科长去日本 然后同时呢 他也派出过欧洲 斯洛伐克还是捷克 斯洛伐克 那还有这个 易建科长 他也是公共会科长 他是派出美国 所以呢 外交部特别的重视 来了很多的高级长官 待会儿座谈会之后 座谈会的时候 各位有任何问题 请不要客气 尽量提出问题 尽量提出问题 因为连不晓得的问题 我不知道的 能够现在先问 问了之后 心里有个准备 不要到了海外 碰到问题 不知道怎么办 当然 不管你去哪里 我们租外管处都会提供一些资讯 尤其我们租外在表处 24小时的紧急联络电话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抄在你的 memory里面 随时需要的时候 问一下 那我希望呢 今天的这个宣导会圆满成功 然后我们各位青年朋友 不管到哪一个国家 有机会去 能够增管你的健文 多多学习 那会来对国家社会 做出你的贡献 好不好 在这边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之后 掌声欢迎 各位青年朋友 还有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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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这个长官先进同仁大家好 那个 今天来到这边 跟各位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政府 为了度假打工这个计划 做了怎样的努力 和协助各位未来能够打工的顺利 我们讲到这个度假打工啊 刚刚 王科长还有城市长都提过 讲到说我们基本上的概念是 希望大家以度假为主 打工为主 希望各位能够透过 海外旅游半年以上 深度去体验 异国文化 那打工通常我们 努力大概是 三到六个月的时候 打工 那你可以用这个时候 进修 这个是一个世界的潮流 那如果 我自己的感觉是 从 鼓的时候 就有故家打工 你说 那是鼓就有 各位有听过以前 这个 周有烈火 那其实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周有烈火 孔子大家都认识 孔子不知道 孔子还没做孔子的时候 他自己就去国外找工作 后来都找不到 没办法 回来以后 就后来就专心读书 然后认证教训 到后来孔子出名了 那人家 就会邀请他去 去那边去做官啊 讲学啊 可是啊 孔子要出去的时候 也曾经呢 遇过一些障碍 他曾经遇过孔公 那也曾经喔 被人家误会 那什么都遇到孔公呢 有一次 楚国 一个国王 跟孔子讲说 啊我们这边啊 有个工作机会 叫 你来 孔子就救团啊 救团然后呢 就出发 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陈国和蔡国这边的时候 那这个陈国和蔡国这边的政客 他们听说孔子以前在辱国三年了 在辱国的时候啊 这个治国很有发 施行人政 所以说他这次去到楚国的时候 那么后来 这个楚国强大 我们陈国和蔡国就被灭掉 所以啊 这两边的这个政客啊 就商量好 这个 这个 把这个孔子团啊 一圍圍了七天 這個就是臣菜絕糧 臣菜絕糧的故事 那空子呢在那個時候被圍的時候 也沒有E-mail 也沒有被割 也沒辦法跟褚王講說 我去錄假打工 那現在那個工作機會有到 後來就沒有了 七天每個人都生病之後 回到入國去啦 這是第一次遇到恐嚇空襲 倒不是恐怖攻擊 恐嚇他不可以去入國 所以這整個團 空出團 得到的了 結果後來空子又揪團 又要走走走 又要去外面對他打工 又走到成果和蔡國這個地方 一個鄉下一個地方 我真的壞了 原來他們山東魯國那邊 以前有個 有個 壞 海南 這個洋虎 這個洋虎啊 是想起兵造 把這個 這個魯國的國王推翻掉 結果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後來人要追他 他就跑到成果蔡國的地方 找這個地方 就 就住下來了 你現在這個角頭有對啦 結果村民的就很討厭他 那這個人又高又壯 那想不到孔子這支酒團 酒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啊 孔子長的臉跟他差不多 身材差不多 一百塊的公分 聖人跟流氓的臉差不多了 結果後來呢 這個村民以為啊 孔子就是這樣 酒人來圍一圍 一圍 又圍了五天 後 孔子有個地圖 指路 指路 指路他以前也是道上 然後就一見 請說站在那裡 站站站站 撐了五天 撐了五天以後 孔子還破困 哎呀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說 不論是盛險 出國度假打工 都會遇到這種狀況 那何況是我們對不對 那你可以講說 哎那是古時候發生的事情啊 那先生到底會不會發生 這個事 各位看一下前幾天那個 自由事辦有個報道 這個是 7月15號的時候 他這個報道講說 台中有一個旅的碩士 這個碩士 他花了6年的時間 6年的時間走遍33個 他靠他自己 想辦法去度假打工 但是喔 這個例子裡面 友好例子也不好 我在想說 他到底有沒有拿到度假打工 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他的精神很值得鼓勵 他又度假又打工 怎麼樣呢 他一個人喔 他是 你看 這個 他透過搭便車啦 睡沙發啦 搭帳篷這個方式 走遍三大洲32個國家 那他利用他專門的這個翻譯 他有本身的翻譯 還去做華語的私之外語導遊等等 他利用這種方式 四處去打工 然後旅遊 但是他 各位看一下 他這個報道裡面 第二回事 他說 這個莊小姐 也曾經 多次 歷經 生死關頭 成章 搶劫 抗傷 逆水 撞傳意外 甚至被囚禁 一望 歪歪喔 所幸都能自取獲救 他都能夠自取獲救 這怎麼救出來 我們是還沒跟他聯絡上 還沒太了解 那後面 那後面呢 你看他很厲害喔 他在這次旅遊裡面 他還認識了一個外籍廚師男友 搶一個活動廚房 四處還可以這樣子旅遊 不錯 現在回到台灣來 度假打工 後來結束之後 最美的一句話 他也 這個 他就講到說 深覺台灣如此美麗 民主自由 教育補給 不有人情味 便利的生活 他總結這麼一句話 就是度假打工之後 他回到自己的國家 啊 台灣實在是好 那麼這 從古到今 只要去度假打工 大家不要笑喔 都會遇到一些狀況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報告一些狀況 那麼 我們政府 從民國九十三年開始 因為大家都會喜歡去度假打工 走走走走 像中指以前去找套路 我一定找路 那 政府 從九十三年開始 先跟紐西蘭 接著澳大利亞 一直 我們想辦法 幫助各位青年 拓展你的國際視野 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呢 去簽度假打工協議 這個不容易喔 這個要跟人家 要簽 要談戶會有的國家 經過國會的批准等等 那到今年為止 法國加進來 一共15個人 法國大概 法國是 禮拜一開始生效 協議簽了 禮拜一開始生效 那因為我們台灣 的朋友 青年朋友出去度假打工 都不錯 所以素質也很好 那像 日本啊 加拿大 這些國家原來名額 都沒給我們那麼多的 都增加名額 這個可以從名額看出來 像澳洲沒有限制 所以澳洲會 為什麼會這麼多 就是因為基本上沒有限制 那日本本來是2000 現在已都到5000 加拿大是1000 那各國 希望你去度假打工 有這個希望年輕人擴展 這個國際視野啊 通過旅遊這樣子 看 年紀大部分都規劃在18到30歲 有的到35歲 就看國家不一樣 譬如說 像加拿大 哎 對不起 像加拿大他就到 加拿大他就到35歲 各位 一般來說都是在30歲 就是符合我們古時候講說 30而立 各位如果出去度假打工啊 吸收經驗以後 30回來 應該好好的 思考你的整個人生的生涯的計畫 那麼 各位要注意 你度假打工如果出去的話 有的國家是 只允許你停留 一年 有的可以停留到兩年 各位 要好好去看 你想去那個國家的停留年限 千萬不要預期停 如果假設你有這個紀錄的話 以後再申請其他簽證的時候 會造一段困難 這一點要跟各位特別提醒 好 那麼我們政府 除了跟各位啊 再洽這個度假打工協議之外 也希望各位能夠多了解一些度假打工的資訊 外交部的網站 在今年5月開始改版 裡面有一個度假打工的這個專網 那各位如果你回去以後 打今年度假打工 或者是打這個www Use Taiwan的內 working holiday 打這些進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網頁 裡面也相當豐富的資訊 各位可以看得到 譬如說 度假打工 我們上一場 有台北7月22號 那今天是8月5號的 它裡面 我們跟法國簽署 青年度假打工協議 等等的這個資訊 在裡面很可以找得到 那麼呢 這個在我們的駐外管處 現在有15個國家簽了嘛 我們有31個相關的駐外管處 網頁都有聯繫 那勞動部這邊也跟我們的網頁 也有聯繫 所以我們都派很多會 然後把它給連接起來 那這31個管處 各位知道我們外交部派在全球有多少管處 我們有120個管處 裡面你看有31個管處 就有四分之一 在跟幫各位做服務 那除了這個網頁之外 我們也跟度假打工前五個 最受歡迎的國家 講最受歡迎的國家 其實美國家很受歡迎 我們講說人數去最多的國家 哪幾個國家呢 日本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和英國 這五個國家 我們派在外面的代表處 我們成立了那個本事專頁 臉書的本事專頁 有個度假打工 Let's go的這個專頁 你如果說 假設比較什麼其他法規方面的問題 可以跟裡面的承辦的同僚 可以有雙向的互動 可以透過他們去了解 好 那麼我們再講回來 在我們原來的度假打工這個網頁裡面 各位其實出去打工最容易發生的問題 很可能是需要要申訴 我們但是這個公主跟雇主 還有一些不太愉快的地方 等樣申訴 那麼現在基本申訴 我們有分兩個大部分來這個做負責 國內假設你這個仲介方面 不是很愉快的 或者你想查詢仲介的 你可以透過勞動部的網站 那勞動部這個網頁 剛我提過跟我們外交部都是連動也都在一起 國內的部分勞動部會來處理 另外在國外的部分這個申訴機制 譬如說今天假設你是在澳洲 你把網頁打開在澳洲有些問題 你說從這進去 然後澳洲整個申訴呢 你可以跟這個澳洲的機關 譬如說這個叫做平等工作監察署 FWO的這個OBIT 你可以打131394這個電話 然後接著看怎麼樣的申訴怎麼樣處理 因為你本身跟部署之間的兩個人合約的這個關係 當事人的關係 住處只能做協助 你必須要透過這個平等工作這個署啊 跟他們這個互相的聯繫來解決你的問題 今天有幾位那個在澳洲 曾經有度假打工過經驗的 等一下會做報告 他們上一場在台北的時候講得非常清楚 各位等一下仔細聆聽 那麼這裡面基本上所有各個地方資訊 都掛在裡面 歡迎各位喔 上網去瀏覽 好 現在說度假打工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交通安全 那交通安全我們講說我們也幫各位 如果說你要去度假打工 現在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跟其他的國家或地區都有簽個駕照 你這個互惠喔 協議就是你免事 免事可以去開車啦 那度假打工的地方 現在有七個 有七個國家 日本 韓國 比利時 愛爾蘭 斯洛巴克 波蘭和法國 這七個國家 澳洲有八個地區 加拿大有八個省 你需要提供你的居住證明等等 把你的駕照拿去 你不用在當地在考試 就可以直接換照 然後開始開車 但是 現在我們要講的就是這個交通安全 這個我們先講 你通常度假打工 我剛才說澳洲是最 人最多的地方 澳洲開車的方向就是跟我們相同 你還沒去拿車子的時候 你要過馬路你要先想一下 你像台灣的時候 你這樣腳跨出去 車子從哪邊來 從這邊 你跑來那邊往哪邊 是不是這樣看 可是你回家開始 去澳洲之前要訓練 趴出去等 這樣 這樣 1 2 3 4 多練幾次 為什麼 我跟各位報告 我1996年 去英國受訓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剛下飛機 那時候辦公室人的攻擊 大家過馬路要小心 前幾天一個留學生 一出來 一晃 看錯 啪 所以這個是 當初 為什麼要提醒這個 就是這麼多年之後 我只要遇到人說 喔 這不趕快的方向 先別來注意 跟我們的習慣不一樣 所以呢 這是第一個 就是你人 這個行人 要過馬路 要做什麼 一定要小心 那麼 這個交通安全意外 每一天我們在收電報 每一天回來 一大堆 度假打工到現在 累積到現在 現在是20萬人 政府為親民提供這個政策 是最受歡迎的政策 這經過民調 差不多 但是每一年平均 大概2萬5千人 在外面 度假打工出去 2萬5千人 你把它放在 可以變一個小的城市 你灑在澳洲 灑在哪裡 2萬5千人 發生事情的機率都是非常高的 所以啊 我們每天收過來 電報最大宗 要協助處理 就是 國人在外面旅遊 度假打工 遇到車禍 那麼澳大利亞 這裡就有個例子 這個車禍還涉及到一些 這個 這個責任的這個問題 所以各位都要注意 我們澳洲有人去度假打工 跟朋友講說 啊 我們就來去 我們去還澳 他還澳的過程裡面 他那個東西啊 又載在那個 支付箱上面 又超載 就很重 結果這個車子啊 重心不穩就翻覆了 造成自己的同事啊 一死一重傷 結果人家澳洲政府 開始要調查 就說你這個駕駛 到底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故意要造成這個行為 然後一直要等到 完全證明 那是 純粹是 不小心 會造成這個 這個車禍 那才放了 後面 後面才恢復自由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個人的經驗 我在非洲工作六年 在美國工作六年 我非洲工作到六年 我自己就 家裡面 胖子 就有兩次的這個車禍 我的機率 這機率就很高 非洲車子也很少 第一個經驗就是我太太 開車載我小兒子 小兒子很小 坐在後座 那個 搖 那個叫安全椅 坐著 結果那個 非洲的路 其實澳洲也有 很多是這種 鄉間跟我們也是一樣 一道來一道完 就這樣 但是你要轉彎的時候 可能停在那裡轉彎 那我太太就要去接那個大兒子 大兒子在柚子園 就停在那裡轉彎 欸 那基本上沒有車的 後面竟然 有一個車子 就一個醉鬼 就這樣喝喝喝喝酒 這樣整個老邊都靜了 整個老邊穿了 整個老邊穿了 貓進去 貓進去 還好那個小兒子坐在裡面沒事 啊 就這樣喝喝 那個 那個 那個脊椎啊 到現在都還在痛 這麼多年都還在痛 另外一個就是我自己的PACE 2000年的時候 我陪著我們大使去見眾 回來的路上 遇到一條路很平衡 那在非洲呢 一要雨季的時候 那個雨啊 一下下很大 那個路非常平衡 那個駕駛在開車的時候 那一不小心啊 就開始打滑 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等就猛踩煞車 那大使和我 就坐在旁邊 那時候就在打盾 可是我聽到雨很 雨聲很大 說翻眼睛啊 睜開 睜開一看 欸沒事他幹嘛踩煞車 就整個車開始打滑 開始變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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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就那個車子本來啊 我是運氣 運氣很好 那個車子 要出發之前 這個 車子四四角的駕駛 是坐在 這一邊 我本來坐在這一邊 啊大使本來坐在那邊 大使跟我講說 啊 沒有分機啊到旁邊來 那個四輪傳動車又遇到 大使說 我安全帶吸血 那個車就這樣 這樣啊 這樣變 這樣變 你左前方這樣變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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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整台車低ui 要是沒有大使叫我去坐到旁邊 安全帶來騎車 沒命 這件事情呢 發生的時候呢 又出現很多奇蹟 我們翻車的時候 下大雨啊 我這樣 大使人撞暈 翻車的時候大使人撞暈 我還用腳去踹 把那個門踹出來 整個在地上這樣子爬出來 泥巴 那個時候有修理 幫我們救起來 而且也很奇怪 那個地方以前2000年的時候 我們的手機就這麼大 這可以說這麼大一台 不能靠 不應該都靠回頭 結果被我打通 打到裡面去 後來關裡面請那個 那個國家的總統 派軍機後來幫我們救回去 那中間還有一個醫生 還突然在旁邊休息 還把大使先緊急處理一下 大使那種狀態 這個事情就是告訴我們 那個路面很平滑 下雨很大 你完全沒有預期的 也都會出現這個狀況 六年這樣就出現了 一個Case 這樣就說這個機率不關 不關 所以大家務必在交通上面 一定要小心 另外啊 我們都會呼籲說 不要去從事不法的行為 各位最近鬧得很兇 就是我們電信詐騙案 從 從東南亞詐騙到歐洲 詐騙到到處都給人家詐騙 後來人家現在在笑我們說 十個彎彎九個片 因為我們電動很虧 大陸那邊 他們那邊的網友都講 十個彎彎九個片 然後就吃豬兩殺 實際上 很多詐騙都是他們弄出來的 但是你不要去跟這些搞在一起 還有那個犯病毒品 這種事千萬不要碰 一碰下去 像現在菲律賓那個總統 譬如說犯復 他就把他砍掉了 那個警察就太久了 不要碰他 那另外也不要從事有這個 跟簽證目的不符的行為 那我們現在講那個國際 那個電信詐騙案 在澳洲發生的這個 到目前還沒有宣判 十九名涉案的國人 吃度假打工簽證 疑似遭主嫌 沒收護照 限制行動 後來啦 這被人家逮了以後 人家用死人為奴隸 資源犯罪組織 處理犯罪所得的罪名 來起訴喔 起訴喔 起訴兩塊塊裡面 要救都救不回來喔 所以啊這個 一定要小心 不要去跟這個犯罪 詐騙的這些人 去弄在一起 貪毒小利 不是什麼好事 另外 運毒的這個事情 這個運毒毒品 這個case是 就是說 有人透過網路 就跟杜亚打工簽證講說 來來來來參加我們這個 賣毒品 他後來還不要 這個人不要 然後就跟警察報案 警察報案以外 這個人也跟住處報案 那住處又會同警方 所以這個案子是個好case 我在美國服務的時候 我要離開之前就有一個 我們台灣女孩子 就跟這個 中國大陸的男朋友 同居 有些同這個 這個來來往往 結果後來這個案子 他們被抓起來 就是男朋友犯罪 但是把所有的罪同 宅在那個女孩子身上 然後這個女孩子 必須要花很多的錢 在美國 炸 律師幫他 處理這個案子 後來我回來 這案子沒有再follow下去 我跟各位報告 這一定要謹慎 炸騙 和這個犯法 這兩件事情 千萬不要扣 都是刑事的罪 那也不要去從事跟簽證目的 不符的行為 各位這一點還好 就是說你們拿的是 不要打工簽證 你去那邊做事 你去那邊讀點書 這都還ok 如果你拿的是觀光簽證 去到人家那裡 要去打工的話 風險很大 很可能就會被驅逐出境 甚至有些 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到了這個 這個人家其他國家的 這個簽證官上面 就會懷疑 他這個case是說 某一個人啊 他是受固於這個婚禮社 他打算到紐西蘭的南島 去拍攝宣傳廣告 並有雇主支付機票啦 住宿啦租車啦 但是這個人啊 並沒有申請適當的簽證 那個是 人家算說是工作簽證 你要去那邊拍廣告片 算工作簽證 不是你去旅遊 所以呢 這個人 馬上就會簽來 各位 其他國家裡面的移民官 你雖然有簽證 或者簽證不符 或者是怎麼樣 他要簽翻 你是他國家主權行為 這中華民國政府 任何諸外官員不要給我干涉 你去問他 可以跟你講話 不講話 就是 簽買 原機就簽買 所以這件事情是沒辦法 一定要自己要顧這個責任 好 再來就是要講購買市 這個足額的保險 買保險這件事非常重要 第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 旅行平安險 最多你只能保180天 那保180天 你如果現在物價打工 你要怎麼樣續保 有時候網路續保 本來是有困難 後來啊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政府的各個單位 各個機關 教育部 我們金管會 勞動部 大家一起開會 為了這些事情 開了十次 不當然不是只有這個議題 我們開了十次的會 其中有一件事情幫大家解決 就是我們這個金管會 去稅庭 壽險工業 希望能夠幫大家忙 所以現在已經可以網路 去續 這個續保 那我們也建議你們 全民健保 一定要保 全民健保 你假設在國外 有遇到什麼傷害的時候 回到還可以給付一點點 但是還不可以 全能給付你喔 就是給付一部分而已喔 要注意喔 那開車的話 當然是要買這個 第三任責任險 強制保險 這些一定要 那這裡有個保險 沒有買保險的case 這個他說澳洲 這裡有個人 我們去澳洲那邊 他還去攀岩 攀岩就摔下來了 摔下來以後 摔下來以後 你看 這個必須喔 找那個 用專機 醫療專機 從那邊把它載過來 載過來 要排幣多少 220萬 這個當事人 他沒有保險喔 相關支出 需要當事人的家屬自行負擔 我跟各位報告 我也遇到一個case在美國 這個曾經有一個 大概六十幾歲的一個人 他自己啊 坐船去旅遊 跑到哪裡 跑到聖克里 石頭湖 進那些島去旅遊 結果中風啊 中風的時候 這個人家 就通知了美國的一個 急難救助公司 這急難救助公司 剛剛處長有講到說 我們都有背那個緊急聯合電話 24小時都背著 每個我們住外童南 背到這個緊急聯合電話 心情都很緊張 那一天我剛好 我就接到這個電話 那個 從 從頭裡來都打來了 他說 現在你們這有個國人啊 這個中風啊 我們要去看看他有沒有保險 才要用專機要去站 那請你幫我查 後來啊 我們把這個護照號碼 人啊這些都查出來以後 我從臺北打電話去他彰化的講 他的關係的情侯 都給大家射 差不多七十幾個月 這電話是你們射 我說晚上 現在喔 我們裡面真的 有人在電話 動工齁 要用專機 你又沒騙我 他一聽到電話 他說你詐騙 詐騙 電話 他不懂什麼叫做 住亞特蘭大辦事處一款 都不曉得 我再打一次 還是說我詐騙 就不理我啊 那我只好去 請我們民事事務局幫忙 然後他們就找當地的派出所 請這個警察 趕快去跟他講 我要證明這回事 結果咧 去跟沒去是一樣的 因為他沒有保險 他早就沒有跟那個家人在來往 那怎麼處理這個case 後來我們那個 這個案子後來 由聖克里斯多福大使館接手 拜託 當地有一個華人 先照顧他 後來他病情也很幸運 穩定了一點 我們這邊的佛教的十三機構 帶著醫生 慢慢把他運從那邊 慢慢做飛機回來 那這個是 還好運氣好 如果說你用專機運 剛剛是220萬 這個可能就不止多少萬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個保險 各位 這個 你們出去啊 都是先進國家 先進國家的保險費是很貴的 那個 我自己 夭壽商 就去 照一個X光 就好像 躺在那個影印機上面 那個機器就這樣 摔 摔 摔 照三張照片 X光照片 三張Copy費多少你知道嗎 2200塊美金 2200塊美金 你去乘台幣蛋多少錢 然後我的保險是 可以給付90% 我自己要付10% 10%就是200多美金 後面追加一個賬單 就是X光協會 70幾個 也要自己處理 上場講 完全沒有身邊的美金 270幾塊美金 我後來回台灣再照了一次 台灣真是好 台灣那醫生叫我去照 我要健保 是450塊台幣 但是你們要出去 你要小醫生是到過來 485 那些 好 200多 從那個洪杜拉斯 有一個出片 到也非常大 我住在那地方 後來有人家說 你出片你不能再坐飛機 留下來 那醫院就打電話給我 去處理 那他早上被他留下來 他打電話給我 到下午去接他 中間喝兩杯果吃 這個 我們台灣的人 那我幫他弄一弄 他付兩杯果之前 我這一個 250塊美金 我同事 在辦公室的同事 極性盲昌嚴 都給他送去醫院去 急診貝扣上 開刀了 兩萬美金 要買保險 要買 等一下還有其他青年朋友 有經驗 會跟各位講 要買保險 絕對 要買保險 我一個 李托華的阿姨 找我 打他 我那時候 有胖頂到 去看便宜 去看醫生 去看醫生 急診 走起來 三千美金 都是這樣子算 澳洲 日本 都一樣 新進國家 各位一定要注意到 保險 一定要買 不要打黑工 大家都知道 打黑工就是 你跟人家沒有簽約 大家講好 好 你給我多少錢 然後我就給你做 後來做到後來 他也否認要給你多少錢 大家就有爭議 你也沒有什麼書面的憑證 所以 各位如果要 沒有透過仲介 自己找到工作的話 怎麼樣 一定要 一定要跟他簽個書面協議 比較清楚 對自己 比較保障 另外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如果要國內有仲介公司 幫你安排什麼 代辦怎麼樣 可能會騙你的 你最好上 到勞動部的網站裡面去 把他這些名字 相關的資料塑進去 看看這個公司 到底這個 有沒有走震盪 再來 打工權益受損的部分 這個打工權益受損 這個case 是講話說 有一個人他到波蘭去打工 但是他 就我剛剛講那個 是用打黑工 就是口頭約定而已 口頭約定 後來呢人家反悔 那他怎麼辦 他那個時候比較聰明 他找個警察去處理 後來這個case也就 還蠻好的 終於獲得了工資 警察幫你處理 可是人家當地的警察 也跟你講說 這人家自己的事情 民事奮爭 那他不管 你也沒辦法 所以最好 白紙類字 好 再來 這個合法仲介裡面 有幫助我們 度假打工的青年 處理了手指受傷的case 等一下有精彩的故事 別人來講 我不要講 好不好 申訴 剛剛有提過 那個申訴的管道 我們這個外交部那個網頁 不是有第一步打什麼電話 後面你應該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嗎 這裡面有個很成功的例子 這個人 他就 向澳洲平等工作檢查署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提出申訴 那個署 派專人 深入調查以後 那個工廠 就提出了改進的措施 也賠償了 然後整個後面後續都建立起制度 也幫那個公司建立起制度 所以這個 這個制度 這個機制是走得通的 這是有成功的例子 我們等一下有去澳洲回來的紀念 可以跟各位分享 最後一個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領事事務局 鼓勵大家 一定要做出國登陸 每一季現在先 我跟你講有抽獎 請跟大家講 抽獎 就是每一季抽出 實名的信任得主 有投獎 你看手機 二獎行李箱 三獎行動定 一定要去做出國登陸 跟你的家人說 跟我們講說 你人在哪裡 有什麼事情要聯絡比較好 聯絡得上 那你家人也比較放心 我們隨便講 每一個國家都很大 都比台灣還大 很多狀況都會發生 你可能都沒有辦法那麼容易一點 跟家人聯絡上 最簡單一個例子 就是 我調回來之前 有一個家長 打電話跟我講說 就打那個緊急聯絡電話 他就說 我現在怎麼 怎麼聯絡不上 我那個女兒啊 那個女兒在 很好機哪個大學讀書 怎麼聯絡不上 會 費盡千辛萬苦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是下雪 學校徹底 把這個都徹到安全的地方去 都聯絡不上 像這種這麼簡單的狀況 都能夠掌握行動是最好的 我也曾經遇過那種case 就是說 這個爸爸 只有會檢給小孩子 只有病子 什麼都不知道在哪裡 人在哪裡都不曉得 我曾經接過一個case 這樣 那你要不費大心神去找 那像國外那麼大 一個國家 一個州 都比有台灣很大的 四五倍 有時候找都不好找 那人海茫茫 所以呢 最好你出國的時候 一來可以領獎 二來也可以出國去 這個 這個我們都可以建議 這個聯繫的這個資訊 那最後啊 我跟各位再呼籲一下 就是說我們齁 剛剛也講齁 我們人家講話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 齁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 那希望我們在這裡 我們都表現得很好 人家到這裡 我們要帶自己 我們出去的時候 也一樣把我們這最美麗的風景 再帶出去 保持我們應該有禮貌 那注意人家當地風俗文化的禮節 譬如說你到日本去 人家吃飯的時候 筷子不會是這樣子擺對著你的 人家可能是這樣子 一些小節通通要注意到 讓人家知道說 我們也是有備的啦 然後做不到用 那不要說你去做那壞事 讓別人覺得說 前面有陽武 後面孔子還要追著他 那今天啊 做一個簡單的說明和報告 謝謝各位 那後面有精彩的故事 跟各位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 剛剛有帶來很多使用的資訊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運用 好 那今天的活動呢 我們有邀請到五位青年朋友 他們是實際有到海外度假打工的經驗過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來聽聽他們的一些 生活典力還有故事的經驗 好 那首先呢 我們要歡迎的 是到澳洲都在打工的 吳志偉吳先生 您的阿瑞掌聲歡迎 大家午安 那很開心今天來這邊幫大家解決一些出發前的問題 他分享我自己在澳洲打工的經驗 那其實剛剛那個長官啊 他把我的簡報大部分都講走 那我就這邊再多做一些補充 那我們要去之前應該很多人都有一些上網做功課 那我要做哪些準備 舉凡說辦簽證然後買機票 然後辦到了澳洲當地之後辦稅號啊 銀行開戶手機門號 甚至找工作找住宿 其實這些目前在網路上 因為澳洲人很多嘛 那在網路上很多資訊其實都已經找得到 那我自己就是在背包客站或者是那個部落客 用關鍵字去搜尋 就有很多資訊 那我這邊就不多談 我比較想跟大家聊的是 為什麼我們要去澳洲打工獨家 我們談一下說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是賺錢或者是旅行 還是學英文 還是說我沒有什麼目的就是覺得很帥想要去這樣 其實都可以啊 就是看你自己 那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一樣 然後豐富你人生的一個方法 像我並不是說大學已經畢業 然後或者是退伍才去 我是工作了 我大概28歲 快要到那個不能去打工度假的時候 那個看我才去的 然後我去的時候呢 其實我目的不是賺錢 因為我舉例來講 現在澳洲一個新的歲制 在明年1月1號 本來是今年7月1號就要變 但明年1月1號的時候 他要會調整那個 你非澳洲居民的那個工作的稅 我們之前在 如果你在那邊年薪在18,200澳幣以下的話 是不用扣稅的 那現在不管你賺多少 至少都幫你扣掉32%的 32.5%的稅 那其實這樣變成說你的收入 可能會沒有之前去澳洲打工部價的人 來的那麼多 可是我的經驗是 只要你在澳洲有工作 一定可以 就是你的薪水 一定可以負擔你的生活 那其實用這一年的時間 就算我沒有賺到錢 應該還是會賺到啦 只是說就算我沒有賺到錢 可是用這一年的時間去擴展你的視野 然後過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然後學習一些東西 比如說英文啊 你在那邊一年一定會進步 還有你適應一個新的環境的能力 那用這些時間 然後去換取這些經驗回來 我覺得比賺錢帶給你之後 人生的那種力量會更大 那像英文好了 我去澳洲之前我在新加坡轉機 那我在新加坡轉機的時候 我就想說都來了 那順便去度個假 晚五天 那出發前很多人跟我說 去新加坡講中文就好 假的 對 有業障很多 然後我自己去那邊發現說 不管你去飯店啊 要check in 或者坐計程車 或者去買票去玩 其實他們開口都會跟你講英文 那其實我去的時候我就覺得 欸我好像 因為他們有很多那種印度裔的馬來裔的 講那個英文我聽不懂 然後後來我發現說 欸 可是你去澳洲一年的時間之後 我在回台灣 我也是去新加坡再玩 我就覺得欸我都聽得懂 那其實是自己能力的問題 那我覺得去那邊一年一定會讓你的英文幾乎很多 這樣子 那其實 我要講的就是 因為剛剛長官有說提到保險 那我在那邊有很多就是 更多的經驗 因為我去第一個工作做建築工 那我上班的 我第一天面試 然後第二天上班 就有一個韓國人 他的手指頭就被那個電梯截斷了 那截斷之後 那我後面聽到他那個花費 你們知道花多少錢 20萬澳幣 20萬澳幣換算成台幣多少 你可能如果你沒有適當的保險 或者是你的工作是黑工的話 那很可能導致你增上去澳洲 可能沒有什麼收貨 你還負債了一點回來 OK 那這些就是我在網路上面 隨便找就有 一些案例 比如說剛剛 長官提到那個烏魯魯 就是艾爾斯眼 他那邊跌下去 他那個花費 他很多車禍啊 或者是 像澳洲他蚊蟲很多 一些莫名的疾病 比如說很容易被蚊蟲叮咬 然後你沒有去注意他 你沒有去看醫生 很容易導致說什麼 蜂窩心組織眼 或一些奇怪的疾病 那如果你有保險 就不用在那邊擔心說 我被盯到我到底要不要去看醫生 因為看醫生每次都很貴啊 我一個 我一個朋友 我們在台灣看牙醫要多少錢 去洗個牙 補助牙 一百 百五 差不多嘛 去我那個朋友 他也是牙齒痛 他去看醫生 他找一個比較便宜的 因為他們沒有健保 他們每個診所那個付費也不一樣 他們洗個牙而已 換算成 換算成台幣大概一次要一萬多塊 對 然後他第二次沒看好 他第三次牙齒又痛 然後買機票之後回台灣看 對 那去澳洲之後你一定要找工作 那找工作我這邊分享幾個就是 我在澳洲找工作會用到的網站 第一個是有點像類似我們奇蹟景這樣 那個country 然後還有背包客站 其實背包客站你們在出發前可以多上去看一下 因為很多經驗 前輩都會在這邊分享他的一些生活 或者是經驗分享 那上面有很多資訊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澳洲找工作網站叫seed 那我們要怎麼去分辨黑工白工 如果你的雇主有幫你報稅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白工 而且他的權益也比較有保障 第一 你的稅 我之前稅是可以拿回來的 最後你要離澳的時候 可以把稅拿回來 而且他有提過退休金 退休金也可以拿回來 就不消補這樣 如果是黑工的話 除了以上那些權益都沒有 那你很可能你在工作的時候一些 就是受傷啊生病 你可能就沒有獲得保障 那如果你的工作 你不確定他是黑工白工的話 或者是你確定他是黑工 然後你要解決的話 就可以到那個 澳洲 類似像我們的老委會這樣 Failwork 他也可以去跟他申訴 那真的蠻有用的 不過我朋友就是他打黑工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然後就是 因為他是雇主沒有給他合法的薪水 就是可能就不到他們的法定時薪 那Failwork就追他 追那間公司 把薪水都要補回來給他 那他人都已經回到台灣了 然後薪水還要補給他 之後那間公司才可以結案 其實他們Failwork的權益蠻大的 然後還有一些可能要注意的事項 那剛剛長官有提到說開車 在澳洲開車啊 其實他有很多 如果你在市區還好 可是他們車子非常多 可是沒有像我們台灣那麼多機車 那可是他們在開車在野外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說很多袋鼠 他們袋鼠比人還多 就我很多朋友都有在野外開車撞到袋鼠 這真的啦 不是開玩笑 就是撞到袋鼠的經驗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右駕啊 你如果像長官說我們一出門 我們是不是要先看左邊 我們習慣都先看左邊 然後在澳洲是先看右邊 其實我是沒差 我在高雄住久 我出門我都先左右 我不要看 因為這邊逆向了很多嘛 對啊 這個高雄人應該就比較不用擔心 他野外加油 我有去幾個景點可能比較偏僻一點 然後他 因為他不是到處都有加油站 而且你離市區越遠 那個油錢會越貴 而我的經驗是 我不是沒有油 我是拍到野外 然後在路上那個就荒野 就是你完全是線內沒有任何建築物 然後我就車子就忽然壞掉熄火 他就吊那邊 然後車上四個人 就只有一瓶水 然後 手機拿出來四支手機都沒有訊號 他在那邊等很久等人家路過來救我 那那個可能你們 之後如果去 有 不管你是租車或者是自己買車 你可能自己要注意一下說 你在野外可能會 會遇到什麼狀況 OK 還有出入境 那你出入境的時候 你可能要注意到一些就是 比如說 像你可以帶的東西 或者是可以有限制 像煙啊 酒啊 或者是一些藥品 你可能要注意到說 你可以帶什麼進去 然後還有就是 到禮物局的網站去做出國登錄 那這樣你可以比較快跟 我們外交部的人員 在外面的人員取得聯絡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分享一些 我在那邊旅遊的經驗 那像林環民說 年輕的流浪是一生的養分 我覺得這句話對我來講很受用 我在那邊一年的時間 我花了很多 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旅遊 那我去了蠻多地方 像這個就是經典 澳洲的幾個經典的景點 像 上面那個是吳露露 然後右邊是 全靈歌劇院 然後左下角是黃金海岸 還有大寶橋 然後左上那個是我覺得是最漂亮的沙灘 再來 昆斯 然後 右上角那個是貝殼沙灘 它整個海灘都是貝殼 然後還有摩本的小火車 然後 左下 右下角那個是貝殼沙灘 它可以去那邊跟 它每天固定早上八點 八九點的時候 海豚就會游到岸邊來 然後你可以去那邊 就很近距離看到海豚這樣 如果你幸運一點 它會拿魚讓你去餵海豚 所以通常它都選 都選小朋友 然後左上角是 去拍飛機的經驗 他們有很多那種 就是小飛機私人那種 飛機駕駛學校 你可以花大概一百塊兩百塊澳幣的去體驗 不一定要跑照 可是你可以去體驗 自己 要讓你操作那個飛機的感覺 然後 我們在台灣要看五尾熊比較難 可是在 物理師本 它有一個 就是全世界最多五尾熊的一個動物園 還可以channel看 然後還有花沙 然後左下角那邊是 那個是澳洲國慶的煙火 那可能雪梨跨年的煙火 會比這個更厲害一點 還有袋鼠 袋鼠到處都是 剛去的時候 覺得很新鮮 然後後來就看到不想看 那這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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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的是 魯彥竹小姐 一樣來跟我們分享 她在澳洲度假長跟我們經驗 請大家可以掌聲歡迎 大家好 因為剛剛都會分享比較概論性的東西 然後我這次會分享 比較切入在工作跟旅行類型的 怎麼去細分 去找到自己的優勢 跟去彌補你語言上面的部族 要怎麼去找到好的工作這樣子 好 那這是我大概的大綱 我會盡量跨 因為我很怕會講不完這樣子 然後我基本上做到的工作 都是以服務業類型為主 那當然大家就會說 那如果服務業的話 是不是英文會很重要 對 它會有一定程度上面的要求 但是當你可以進入到第一次這樣的產業的時候 你後續你的英文能力就會慢慢的補充起來 那你才不會怕 那你才會變成真的可以去進行 到你本身語言上面的能力 那我在澳洲主要是待在現在的地方 MELBURN 然後TASMANIA跟SWAPLE 那主要都在東南澳那邊 那SWAPLE它是一個雪山 那它是靠近海培拉州邊的一個雪山 那我本身是在飯店裡面工作 那在飯店裡的工作其實就像ALL-RUNDER 就是你什麼工作都會做 你會做到Housekeeping 你會做到Restaurant 你會做到Cafe 你會做到Barb 那當然各自你所需要的能力就會不同 但是如果你能夠做到這種類型的工作以後 你的第二年你之後的工作 你可以做到的類型就會更多 那所以我會針對這件事情再稍微講一下 那因為在澳洲的經驗以後 我學到了很多關於咖啡上面的專業內 那我其實之前在台灣並不是做這一行的 我之前在台灣念的是財務管理 那也是因為自從去了度假打工以後 讓我接觸到很多人生不同的面向 所以才會學習到不同的能力 所以回來之後我現在是跟我哥本身 是在開了一間咖啡吧這樣子 那那是我親愛的工作 那我們來談一下為什麼要去澳洲好了 因為這會跟你想要選擇的工作能 工作的狀態跟旅遊的方式會不同 那主要是因為澳洲它本身很大 富豔很高 然後移民社會 所以他們缺乏很多勞動力 所以為什麼打工 度假打工的人數上面它比較沒有限制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要去考慮另外一個 你在台灣找工作不同的思維 是因為它的區域性太大 大到不像你認為在高雄工作 跟在台北工作的差異性而已 因為他們可能會季節的不同 他們也會有工作每個城市適合的工作 類型會有不同 因為可能這個城市它是專門都是做服務業為主 是金融產業為主 還是說它是以農場工作為主 會不同 所以跟你一開始去的時候選擇的 那個城市會很重要 一開始大家要去之前都會有一個心理障礙 沒有辦法突破心理障礙 我英文講的不夠好那怎麼辦 你永遠都比不上留學生 所以你不用想了 你就真的會需要先突破這個心理障礙 所以主要最大的問題就是你那個心態 你願不願意講 如果你一開始的第一份工作 你就想要找一個我先不要怎麼會講的工作 那你要想的是你的環境裡面本來就不講英文 你覺得你的英文會進步嗎?不會 那你接下來要再找第二份工作 老闆會看你之前的那一份工作 你本來就不太會講 你第二份工作當然就不會再往前進了 所以你第一份工作 你要先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礙 當它需要的能力越多 你就會想辦法補充 因為你現在就像一張白紙 所以你第一份工作 能夠願意讓你付出到多少 去經濟你的能力 你第二份工作才會不一樣 所以最主要你就是要去試 試了以後就會有信心 有信心就是不要怕 那去做就貴了 所以去掉你心理狀態上面的心理建設以後 我覺得現實層面可能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去澳洲打工都講 可以存一點錢 對他可以存一點錢 但是你絕對不要把存錢這件事情 當成你唯一的目的 可是你必須要去了解 因為存多少錢會影響你怎麼玩 那我們先大概去講一下澳洲會有的工作類型 其實他們就是三大類 有Food Time、Part Time跟Cadual三種類型的工作 那Food Time它其實是一個固定性的 那它本身其實他們的規定大概一週 就是在工作在38個小時上下 那他們可能是以週星或月星的方式按給你的 所以大家都有聽說過就是澳洲本身的工作 可能像國定假日或是假日的話 他本身是有Double Pay 那他這不會發生在Food Time的人身上 所以Food Time很常會變成 他的週星平均起來一個小時可能會不錯 20出頭 可是他可能會上到6日 他可能不會只有平日的班 但是Part Time的工作的話 他就會以平日的方式為主 因為他可能就會有規定到法令上面的假日 他會有Double Pay這一塊 所以你要怎麼去選擇 你要做哪一個跟你可能希望的週星 出來的結果會不一樣 你想要以6日能夠有時間可以出去走動的話 那你可能會選擇以超團的工作為主 那他都排班就會以平日為主這樣子 然後Cadual的話 他本身是沒有保障時數的 他可能會以你有時候一個禮拜不忙 你可能只上10個小時 有時候忙起來你可能會上3、4、4個小時 他是比較Standby的狀態 但是他相較起來他的時薪會比套產還要再更高 因為他們通常比例會是在1.25% 1.25倍 對不起 1.25倍或是1.5倍 就是看他上的日星期幾 然後他們會有法令的規定 那他這樣相較起來 你一個禮拜可能預算會收到你的薪水 價位就會不一樣 那為什麼要了解這件事情 因為你會有每個禮拜需要開銷的 在澳洲他本身是領週薪 所以他所有的開銷就是以週付費 跟你在台灣是領月薪 跟你所有的費用是以月付費的感覺 會是一樣的 但是你在看待東西的期間會不同 那我會大概列出來一下大概會有的開銷 那房租費又通常就是差別 是你住的是單人房還是房客 就比較多人一起合住的 那這是大概的哪年 也有可能會因為不同的省份 而有不同的差異性 但主要其實不拖你意中 就是開銷在350到400之間 那這些為什麼要知道這件事 因為這樣子才知道 你一個禮拜至少要賺多少錢 你要至少要賺多少錢 他辦法出去玩啊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們要再了解一下 是各種行業的薪資水平在哪裡 其實一般的服務業 他們的薪資水平法定就是在15點多 所以多數的老闆都會幫你開到16到18之間 一般服務業就是像餐廳或外廠 這是白工的價錢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到白工好不好 因為黑工的話 他其實都會扣掉稅務了或什麼 其他有的沒有的 但是盡量不要去找那種沒有保障的工作 然後如果是比較惡劣的工作環境的話 他本身因為對就比較沒有人想做 然後會比較辛苦 大概就像肉場啊 會流血流汗的地方這樣子 那他的薪資就會比較高 特殊技能行業的話 他本身就是像建築工人有特殊技能的 那他們可能會有到一個小時40塊以上 那所以知道這些東西以後 跟知道你的基本開照 你就會知道你每週應該至少 要擁有的工作時數到哪裡 那你就可以去評估你自己本身 有多少可以旅遊的時間 那這些東西都會相關到很多人要去之前 說我要帶多少錢出去 所以這跟出期準備金的預算是有關係的 所以因為你一個禮拜至少要開銷再三百六 好我們就以三百六為了 那算起來的話 你一個月大概就是需要開銷三萬五的台幣 那所以很多人都會說你大概至少 至少你出期出門十萬塊台幣是應該的 因為你可能前面兩三個月你的收入不穩定 或是你還沒找到工作 所以這是為什麼多數大家都會去推 建議你至少帶十萬出去 這是一種安心感 一種不可能希望你去的第一個月找不到工作 那你就要回來了吧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前面要先去講到 關於工作上面跟現實狀況你收入能夠多少 因為有收入才有辦法玩啊 因為玩要花錢 所以我們現在會更希望大家去了解一件事情 是旅行的定位跟工作定位是有關係的 旅行的話我們都會先去看你本身想要花澳 還是你是想要去做選擇性定點的遊玩 那選擇性定點的話就有分成是鄉村花澳 會有一種移動性的工作 那它能夠產生的工作的類型就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先針對就是團澳跟程式的部分 我會去做不同的內容說明 那現在程式的話我會切有分體驗檔項跟收入檔項的部分 那你如果體驗檔項的話 其實大家要去之前都會有一段時間 可能半年你就會開始做兼職 其實有一個不錯的小客戶可以推薦大家 如果你在去之前的半年一定開始在做兼職 你就直接去多數的連鎖企業 你也會很快對於跟學生不一樣 你也會有競爭力 那如果是新的技能的話 我待會會特別講到就是Barrister跟Bartender的部分 他所需要的就是證照跟指導的差異性這樣子 然後活動工作的話 程式本身它是會有festival跟球技的 所以其實這些類型的工作都是屬於你跟學生會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學生沒有辦法彈性的配合到所有的工作時間 可是你可以感受到程式的多元性這樣 然後如果是收入檔項的話 會有很多業班的選擇 尤其是程式裡面是會有賭場類型的工作 那它本身都會有大業的選擇 那它的收入就會相較好 然後移動性工作的部分 就是會有體驗島才能收入島下 體驗島下的話 有一個東西可能很多人不曉得 它叫Royal Show 那它本身是澳洲它會有分西澳跟東澳 它會有一個移動性的遊樂園 那它會在每一個小鎮停留10天到15天的時間看大小 那它本身是希望它的crew會跟著這一個遊樂園一起移動的 那它們是以週新的方式去執行 你可以邊玩邊工作 就不需要說你一定要在一個地方工作一段時間 再拿著錢去玩 它這個工作類型是它會帶著你到各個小鎮去住10到15天 然後你早上就工作晚上就去玩這樣子 所以其實Royal Show它可以看你一開始選擇的城市 然後你可以上網直接找到他們的 他們就是會一直的移動 你會隨時的跑進去隨時的離開 那你就可以跟著這一個團隊一起的移動一起玩 那導遊類型也是蠻多人學的夢幻工作 那你到當地其實都有華人旅行者 他都會有一些實習的工作可以給你 那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這種工作類型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這樣子 然後我可能會比較因為我時間有點感 那我會比較先講一下集結性的部分 就是澳洲服務員很廣 所以其實他們會有分淡旺季不同的城市 像台運之下他就知道是潛水勝地 那他就一定忘記在什麼時候夏天 那雪山他就一定忘記在什麼時候冬天 那如果說你可以抓到一種 所謂季節性工作的移動方式的話 你就會夏天在彈斯、在塔斯 就是夏天才會有人去的地方 那你冬天就去冬天有人去的地方 季跟季中間就是你的度假月 那你邊移動的過程中你就是邊在玩 那其實這樣的效果會比你只是待在城市 可是你卻又花了時間去還澳 要來得有效率 那關於剛剛講的這兩個 很多人會問把RSA跟RSA差在哪 一個是在於你在咖啡店工作的時候需要的證照 一個是你在酒吧工作需要的執照 所以差別是什麼?執照是你一定需要 證照是不一定要 因為看重證照的老闆他可能看重經歷 可是你只有證照卻沒有經歷他一樣不會用你 所以其實在咖啡店裡面 證照是不一定要考的 只要他願意用你 你就有可能可以學到相關的技能這樣子 那你在酒吧工作的話就是 你那張執照是一定要考他才有辦法讓你在那邊工作 那保護車它是會有一個認證機構可以直接過去考 那RSA上網考一考就可以了這樣子 那大家就大概看一下這邊 這個其實都有詳細內容應該上網早說會有這樣子 然後季節性工作的話我就大概列出來了澳洲可能會有的服務員跟類似的工作 因為像夏季工在凱恩斯其實很容易可以進入 就是你在台灣可以先去考潛水類型的執照 那你到當地凱恩斯的時候 其實非常多的那種就是租賓行業 他都很需要你有一個簡單的相關證照 他就會想要用你 可是多數的人你去到那邊你沒有做這個準備 你就是沒有那樣的經證力 可是這些東西是學生不會去補足的能力 所以你的英文只要攤用 你只要能夠做到服務類型的工作 你就一定會進步 因為你每天都在那個環境裡面 那塔斯的話 他也有分一般的服務業類型跟旅遊類型這樣子 那冬季的工作在雪山的話也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各個季節 他可能各個城市會有專門的季節工作 那他可以讓你在當地更有競爭力 因為這種類型的工作是只有背包客們才有適合做 所以你必須要找到自己屬於自己的優勢 然後去做能夠創造優勢最大化的工作 然後冬季就是這是我們之前在雪山的狀態 就是每天都是下雪的 我之前在塔斯的工作會比較需要講的原因是因為 這會關係到2000 那2000的話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是有一個特定的區域 你要去特定區域滿足 做特定工作滿足特定的天數以後 他才能夠拿到2000 那塔斯本身他就是特定的偏遠地區 但是他的認定特定工作其實是以ABN去判的 那ABN的話他就是像我們當地的營業登記 所以他必須是在屬於一級產業的工作類型 但是像我工作到的這一間 他本身是一個觀光農場 所以他除去一般一級產業的工作以外 他們農場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營業類型 是需要你幫忙的 所以你會不只只做到 只是一級產業的工作 你也會用到你本身一望 你可能擁有的技能這樣 那我們當地人當時都是做甜點為主這樣 然後我們當時也有做釀酒的工作 那他是用berry下去做berry woman這樣 好那就是可能會 剛剛講到的季節性工作 可以讓大家去跟2000的工作 可以double在一起 然後讓你可以有別的思維 其實2000不一定只是要在農場工作 那你一樣可以去抓到季節性工作 然後在特定的區域做到特定的行業 然後一樣可以再精進自己的英文能力 跟精進不同的技能工作這樣 然後職缺的部分 我剛剛其實都有講 這幾個都有APP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看 其實我會比較建議大家不要用 可以多使用英文的網站 是因為你才能夠真的找到白人老闆 你才可以真的找到白工的工作 這樣對你才是有保障的 因為你只要需要透過中文的論壇 幫你做轉介 那他就一定會有利可圖 那他絕對不會只把所有的權利 義務都告訴你 所以你要為了讓自己有保障 你真的就是要自己來 這樣會比較安全 然後就是祝福大家 因為其實整個度假打工最大的差異性 我覺得是你是去體驗 你是去創立一種不同的思維跟可能性 去找到自己 其實不只會做這些事情 那你要在不同的 你在一個地地要找到突破點 才是這一個度假打工需要去學習到的能力 而不是只是去玩 而是去做工作而已 所以就是祝福大家 都可以有很美好的度假打工的一年 謝謝 謝謝彥哥分享 謝謝 好 那接下來再來為我們要歡迎 大根寶先生 同樣跟我們分享 他澳洲的度假打工經驗 請大家可以掌聲歡迎 各位各部位參觀的現場來賓 大家好 我是Bob 我去年是去年8月的時候 我從澳洲打工度假回來 然後我已經經歷了兩年多 在澳洲打工度假的生活 那我的故事呢 有被剛剛一個推薦者 那是因為我沒有像大家一樣 就是這麼幸運 有這個外交部的一個宣傳會 可以來參加 來瞭解 OK 那就是剛剛有講到說 澳洲打工的一些工作資訊 我一開始是到 背包客棧的網站去尋找 我剛剛有介紹 那剛好那時候是2013年9月的時候 那2013年9月我現在才知道 那時候基本工資是16.37 可是呢 那時候我上網看 他是說十星十三 還有是白工 可是因為那時候我沒有資訊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是對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 其實很多網站 就算是英文的網站 他也有可能會有一些是非法的一些陷阱 這樣子我想分享給大家 OK 然後那時候 總之我是到維多利亞州第二大農場工作 那裡面的員工真的很多 是像台灣背包客 大概有三百四百個 背包客在農場裡面工作 是維多利亞州第二大農場 老闆是白人 OK 這是我們工作的洗照 那是工廠 農場是非常的大 他的規模大概就是說 全台灣的機場架起來 都沒有這個農場那麼大 就一望無際 都是割一個生菜的草原 只是稍微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我故事精彩的是 比較放在後面 但也不是算精彩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我的分享 讓你們知道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想法 有一天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就發現 報紙上怎麼說 我們工廠Comino怎麼上報了 說什麼使用非法勞動 到底是誰 原來就是我們 然後就 怎麼會這樣 然後這時候呢 就是剛剛說的 Failwork 就是來調查 因為有人舉報這種農場 然後這邊我還是要客觀的 跟大家講一下 Failwork 它其實在澳洲 它是分成兩個部門 第一個部門是Failwork Ambassador 它是比較屬於調查 跟調解機構 但它在上一層級 是Failwork Commission 它是法律上比較有效益的 在法律上有效益的 類似勞資雙方的法庭 它才真的有能力 可以把你的欠款 強迫雇主 然後付給你 這樣子 OK 然後那時候呢 是Ombudsman 來找我們 因為有人去 怎麼講 就是檢舉他是一個黑工 然後他就來調查 然後我就收到名片 然後因為他是調解 調解的一個部門 就是說 如果雇主說 他明明欠你100萬 可是他只是說 我要付你20萬 這個Ombudsman 就會問你要不要接受 因為他要調解 如果你接受 這個就結案了 如果你不接受 如果這個調解很好 他會幫你寫訴狀 讓你上去Failwork Commission 就是比較有法定效益的 就可以像剛剛奔相者說的 你拿到錢 但是 這個Ombudsman 在他的工作職責裡面 他是負責調解跟調查 所以他不一定會 一定會幫你上訴 所以這是取決你當初遇到的 這個Failwork Ombudsman 這個調解員 Anyway 這個調查員來了 找我們 然後我們也就是傻傻 不知道自己的狀況 OK 他走了 但是我們加薪了 13塊變成14塊 這樣子 OK 這是我第一次的Failwork經驗 然後我繼續工作 這是我們那時候 用農場的寫照 就是我從早上 最高紀錄啦 不是每天都這樣 從早上6點 做到凌晨4點22小時 因為我不知道 對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好像真的有點不對 然後我就去當地的教會 因為我想學英文 對 然後我學英文的時候 我剛好比較運氣好 一到TY 算是台灣打工住在青年 是我們台灣的一個組織 他有在協助海外的背包課 他叫Sherry 這樣子 然後他剛好是在澳大利亞 社會學的博士 剛好他是在NJW公會 是裡面的工作者 他是想要就是協助背包課 當然很幸運 但是他 那他就是透過公會 告訴我們 欸 法律上的一些知識跟我講 因為我們在澳洲 都是有斗法簽證的 所以我們在澳大利亞 必須要有合法的薪資報稅站 跟我們會有最低基本工資的保障 然後還有額外薪資所得 9.5%的退休金 然後這邊詳細講解 剛剛講的三種型態 現在是講7月1號開始 是基本工資 現在是17.7 做最少是38小時 因為你是正職 所以你這時候 如果只有做兩個小時工作 你一樣是 你17.7乘以38小時 是6572 因為你是自身之工 那你超過40小時 就會有pay note rate 就是懲罰性利率 就會有加班的 加班費 然後國金假日上班 就有加班費 然後會有有薪年假 跟有薪病假 還有之前費 這邊我講快一點 Pathai的話 一樣是最低基本工資 是17.7 然後每週最少要簽的合約 Pathai會有簽合約 然後他簽的合約 最少要12小時起跳 然後你會跟雇主簽定 每週公司合約 然後如果他跟你簽12小時 就表示他每週會保障 你有12小時 不會低於12小時 然後你超過每週公司 就開始都算加班費 你假日上班一樣 會有pay note rate OK 就是懲罰性利率 這是在法律上規範的 這樣子 然後你會有 一樣會有 假日上班會有加班費 然後有值錢費 然後但是 背包會比較做多一點的 就是有 算是派遣工 就是有點類似我們的 合約者 約聘 約聘者兼職 最低基本工資是22.13 他就是17.7 再乘上額外25%的薪資 OK 然後你是無固定 無固定時數喔 你就是一直領22.13 這個薪水 所以你沒有超時加班費 價值獎金 什麼都沒有 他叫你來工作 叫你總是總 所以80%以上的背包會 比較適用這個率 在法律上的就是 NES 全國最低的 基本工資規範 然後那時候我就知道 我的勞動權益了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 那時候我們就沒有採取 要用Failwork做法 我們就是 主工會的方式 我們就開始就是 找背包客 然後一起加入 可是那時候 因為畢竟大家 都不是空姐 就是敢罷工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是 年齡散散 所以就是很失敗 然後雇主 他是白人老闆 然後他不願意妥協換仲介 他把全部的責任 都丟給仲介 這樣子 然後所以一直堅持不下去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用 比較特別的方法 我們是用媒體輿論的壓力 我們上澳洲最大的網站是 ABC電台 然後 ABC電視台 然後拍了一系列叫 Staving Away 是我們工會那時候拍的 你們上YouTube 可以找到這個 Staving Away 他裡面有講到工商 或是你被獻信 就是比較慘的一面 就是也有被性侵害的例子 是有歡迎你們被報客 那這個 我就不建議你們看 因為你們看完 就不想去 不過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 因為透過這個 真的是打出去之後 很多人就開始注意到 背包客的狀況 所以現在黑工的狀況 也有減少 就是比較少 Case也比較少 所以我算是那時候還蠻慶幸的 那時候這是我們仲介 那時候我們仲介 就是 就被雇主強迫走了 因為我們都 那麼大的輿論壓力 所以雇主 就是把這仲介換走 我們全部的背包客 從黑工 就直接對著雇主 全部都變白工 二十一點 六一起跳 然後還有退休禁 這樣子 當時 OK 這就是第一個故事 好 然後這時候還是要分享一下 Failwork Ombassment 就是你如果要找Failwork求助 你要寫十多月的英文申訴書 就是會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它需要很詳細的資料 然後調查員會到場做一次性的調查 那它通常會比較做個案的處理 然後它的成效就是 它建議當然是和好 它就是想要說 就是我們 就是不要跟老闆就是吵架 就是用一個架碼來和解 然後如果失敗的話 它會好一點 Ambassment 它會幫你寫書狀 上Failwork Commission 然後或者是說 它有認識了法服的律史資源 它會幫你去做一個提告 因為你到法院 你才會有強制力 然後要求雇主 去退還你的薪資 然後當然說律師費 還有法院的費 你就要額外去付 然後這邊呢 就是 繼續講一下公會 那公會就是一樣 就是加入公會 然後我們可以私底下組織背包客 因為背包客 我們比較不敢叫他們罷工 對 所以就是我們都私下組織 然後用會員名單的方式 代表他們集結所有背包客 就是很大的量 然後去跟 用合法的協商機制 去跟這個雇主談判 然後我們當然會有合法的勞基法律師的諮詢 然後現在就是跟你們講一下 這是澳洲繁衣電話131450 這你們要用到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有媒體的資源 可是呢 公會一定要繳納會背 你會覺得 為什麼要繳納會背 因為全世界公會都一樣 它就是非營地組織 所以它需要一定的資金 去維持它的運作 台灣工會要 澳洲 美國 全世界 歐洲的工會都要匯費 但是澳洲比較好的就是說 你的匯費可以做稅額抵減 因為我們澳洲的工作用品 它可以折疊稅額 但是呢 工會的匯費也可以 因為它算是你工作 必須品質疑 這樣子 你可以折疊稅額 那會比較好就是說 我們有做職業傷害的理陪上訴 等一下會有講職業傷害跟你們分享 然後再來說 我們也會有追現薪的系統 但是說現薪這個東西 Failwork也好 還有任何的世界的勞資糾紛 就是你必須要透過法律的一些強制力 當然才可以直接拿到錢 那要不然的話 其實通常是薪資糾紛都會破的一段 所以蠻長一段時間 再來說我們工會比較好就是 會有提供中文的志工會去協助 然後我們也可以提供我們知道的合法工廠地址 給背包客去面試 試試看這樣子 好在這邊 這邊要教你們喔 其實澳洲每一個產業都有它的基本工資喔 不是只有一個最低級的工資 OK這邊教你們上Failwork網站 Failwork embarrassment 然後之後呢 你們找到Award跟Agreement這邊 還有Least Award 它就會列出很多Award 就是每一個產業的最低規範 你們都可以查到 我們這邊舉例肌肉場的例子 2010年的Award 它基本工資是17.87喔 已經超過我們17.7喔 超過我們17.7喔 所以你在澳洲 如果你做肌肉場還是最低是17.87喔 在這個規範下 它連Casial Worker也都比較高喔 它還有前三個月 後三個月 它都有細分 所以你們在澳洲 其實他們的勞動法律很細的 OK 然後這是 額外就是我們工會就是協助的一些肌肉場 它在肌肉場 然後它被欠薪 我們幫他追他到1萬元的澳幣欠薪啦 就是透過也是法律的資源 然後我就覺得工會不錯 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我來試試看 好 那這是我名字的天爆料 好 你們要找Fail Work Commission就在這裡 好 那我就是透過工會 就是我們那時候工會 我們得到一個Entry Permit Entry Permit就是入場權 就是我透過這張權 因為我上課上四天 我知道 就是一些基本的規則 我可以去做調查 等於說我透過這個Fail Worker的這個 Permit 我可以去調查你們 你們這些廠商的勞資的狀況 我可以進去到你們休息室跟員工 對話 這是合法的一個Permit 這樣子 這是我那時候考到的 然後我透過這個Permit 我那時候到博師 的一間雞肉工廠 好 就是說那時候的 背包客 雞肉廠只付給員工 很多背包客 台灣、香港背包客 只有15塊 這是背包的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 我花了很多時間 就是跟他們說 其實你們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這間比較不一樣 他們背包客50個人 全部都同意 就是要加入工會 用合法其實上的力量 因為人多就是力量 這樣子 最後我們就談判勝利 雇主 當然就是 要求仲介 不合法基本工資 所以現在這間雞肉工廠就是一樣 22.34 而我有最低基本工資 然後加上 9.5% 退休金 然後還有一個大勝利 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 談判勝利 就是 我們全部的 會員 的背包客 就是說 仲介 要依序償還 他欠薪 他之前欠的這些背包客錢 這樣子 依序償還 因為他一大筆金額 他一次沒辦法付出 那我們剛才談判勝利 他說 那我們就循序 他說OK 他現在已經付到第十個 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的 Case還算是不錯 OK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 我們工業也是有跟背包客協助 我們開了一個網站 就是說這邊 你們如果有朋友 有被欠薪 如果有在六年內 有在澳洲工作 有被欠薪 你們可以把他的資料打上去 什麼產業 然後幫你說 欠了總共多少錢 然後這樣子 我們會用集體的方式 然後看看 可不可以律師資源 幫你的這個 欠薪追回來 這樣子 就是說 你們如果 可以試試看 就是如果想要 跑 欠薪也可以 試試看這邊 OK 那我就減三 分享到這邊 這是我們的Facebook 你們可以上 你可以就是 掃描一下 然後進去我們Facebook 這樣子 然後你有問題呢 可以私底下 因為我們休息時間 我都會在旁邊 你們可以跟我們交換 你們可以分享 公會的資訊是什麼 然後就是 跟你們講那麼多 就是希望就是 大家 可以吸收到一些經驗 然後就是說 除了到澳洲 除了Facebook 有外交部的協助 然後還有當地的法國資源 律師 然後你們可以試試看別的方法 然後就是 爭取回你們的 應有的權利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跟導演 大家精彩的分享 好 那下一位 我們要請到的是 林沛亞林小姐 她也會跟我分享 在澳洲的生活 請大家熱烈掌聲 歡迎沛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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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要講 為什麼要人工通關 因為她要在你的護照上面蓋照 如果你之後進澳洲要辦開戶 或是遇到任何突發狀況的話 那個有沒有張是很重要的 這個電話 如果你要去澳洲打工住假 麻煩記下來 一定要記下來 131450 她是一個三方通話 如果你到澳洲 一開始 不管你語言能力有多好 你一定會遇到很多麻煩 你翻譯不過來的 想不過來的 記得要打這個電話 她就三方通話 她如果轉成台灣的話 就是Manzarine 她有很多啦 如果你跟她說傳 然後就一直講 有粵語 然後還有普通話 你要準備什麼 就反正就是打工度假 簽證 機票 行李箱 還有不怕挫折的事情 因為會遇到非常多的挫折 她要記得告訴你自己 要什麼都可以 其實大致上幫大家 稍微整理了一下下 不過比較值得講的是 是國際駕照啊 因為我們自己有遇到這個狀況 還有記得駕照記得帶銀本 澳洲就地很大 如果你要去哪裡 一定是開車會比較多 所以去之前最好是去考一下駕照 不然你到時候去要麻煩別人 也是很囉嗦的事情 銀本是我們有遇到的狀況是 我們開車從墨爾本到雪林 開了10個小時 不過就是我朋友有開車超速 所以我們就被攔了下來 那時候他開罰單超速是295 不過最慘的是他忘了帶駕照 駕照一張大概700到800號碼 不過好險就是有銀本 因為那時候警察承認他的銀本 不然他就是要多付那筆 六七百塊的錢 還要記得帶錢 不要忘記剛剛前面有講 他們就說一定要帶錢 只有跟大家說大概10萬塊左右 差不多 關於我的故事 大家前面講這麼多 我就稍微隨便講一下 這個澳洲如果你要去 有先做好功課 你的第一站是哪裡 我的第一站是墨爾本 那時候我覺得墨爾本 就是全世界最適合人居住的地方 我就想去看一下有多適合人居住 他還蠻漂亮啦 有很多古典跟現代的建築交錯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住的地方 這個是方號 然後你在澳洲一定會住到的上下圖 一定會有 等一下 這是不是跳過來 從這裡開始 Sorry 這個是車屋 這裡 這個後面是車屋 他前面是多建出來的地方 車屋裡面長這樣 床 廚房跟個小沙發還有攤桌 通常車屋的洗手間都是在戶外 然後是剛才說的那個上下圖 這個是房號 房號住的是這樣一間一間在裡面 然後他的廚房跟浴室也都是戶外 所以你晚上再怎麼冷 你如果要去洗手間就是趕快去趕快回來用抽的 這個是sharehouse 剛才也有提到sharehouse 他就是像一般的家啦 平方一樣 那時候比較好命有住到單人房 他就是完全是一個家 像有廚房客廳 他會比較溫暖一點 他會比較溫暖一點 快點 給大家分享 這是我上班的影片 好帥嗎 你知道這是我們在一般素食店會吃到的 就是生菜 我們那時候是直接送到KFC 所以你一定會吃到的生菜 然後這是紅蘿蔔 這也是我自己開的影片 我們現在第一個從土裡打起來之後 第一個是我們洗蘿蔔 那個水真的滿髒的 我做的工作是打髒的非常醜的紅蘿蔔 我剛才知道 這是現在打髒 真的很臭 真的很臭 因為他的水好像大概兩三個月換一次 你們還敢吃紅蘿蔔嗎 這是剛才看到的那個 我們從桶子裡把菜丟進去生菜季裡面 然後這個是切南瓜 你有看到這檔嗎 非常大一檔 還有這是紅蘿蔔的另外一個工作 這是剛才BUB有提到他在戶外跟菜 我在內場也做過 外場也做過 所以我有到外場也做過菜 這是彎著腰很辛苦的工作 我們這張是在車上急著吃飯 就是腳上是雨斜泥土 剛才是彎著腰 現在是跪的 很可憐 每天回家都一定要貼專控膠布 一定要帶去 但是有一件事情發生了 我不小心切斷了我左手的神經跟血管 我只是切斷神經跟血管 他就包了跟木乃伊一樣 但是其實澳洲預料沒有到非常好 之後拍線他就只有幫我貼了一個膠布 他也沒有想要 拍完甚至說好你可以回家了 等一下現在也要只有眼睛嗎 我要播放下一個恐怖的 沒有恐怖啦 20根 我當初逢的 不要這樣沒什麼 我現在還是沒感覺 但其實大家都沒有想過去 會發生這麼嚴重的事情 我也沒有想過我會受傷 我以為就是去玩一玩 回來的 但提醒你們如果真的真的不小心受傷了 要怎麼辦 不管你是做黑工還是白工 你要立刻停止工作 你血流通這樣你也沒有辦法工作 然後記得告訴你的固族或是公投 然後請他們 如果你有加入公會 就是請他們通知公會 但無論你有沒有加入公會 你一定要說這件事情 就是自己找醫生 他會影響到你後面很多後續的問題 然後記得他記下談話 就是建議會留下證據 到時候你比較好 有立場講話 然後一定要跟醫院提說是直單 然後你是單據跟收據 一定都要留下來 然後跟當週要取得直單的申請表 跟到時候是請他們幫你把 自己也可以把表格送到Deadwork機構 跟大家分享一下什麼Deadwork 他上面有網址啦 你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他有每一週 他分很多週是不同的 有幾個你要知道的點是 我剛才有提到說你要找自己的醫生 因為他對你後面的醫療賠償會有很大的意義 你可以申請無限期休假 找你的醫生認可 然後取得職業 執災的證明 然後你有每週都可以領取工商賠償金 跟可以申報的東西 所以剛才說那個醫生很蠻重要的 這個是那時候我有 最後是有遇到爸的 所以我沒有講 我有加入公會 然後那時候是在公會組織裡 他們有請當地的寶社幫我寫了一篇報導 然後還有提醒大家 那個姓跟名字 千萬不要填錯 他們就是幫我填錯 所以我登場那個演講下來都叫密集 其實我叫林 很尷尬 想像會一直到miss要到底吃誰 但是我們在工作還是有比較好玩的地方 工作之食不忘的摸魚 這個不是那個青蘋果 這是番茄 我們那時候的工作是在挑番茄 把綠的挑起來 但是怎麼挑都是有一顆紅的 所以我們怎麼挑 從沒辦法怎麼那麼大不了 跟大家分享那個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這是我另外一個工作 不同的工作 蠻閒的時候 這是陳豪卷之 這是我同事 澳洲很多是一萬五季的地方 你閒上的玩書籍 這是一三年十元 剛去沒有多久 就知道摸魚 不要忘了要去玩 這是我去 欸太快了 這是我去diving 深陷苦淺的時候 然後還有雪山跟出海玩 還有記得要拍下 如果你去澳洲玩 要記得拍下 很美很美很美的星空 最後我很瘋狂的去挑戰 這是一定要做的喔 不要忘記要去玩 謝謝 謝謝佩洋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的是高翠英小姐 來跟我們分享她在加拿大的生活 請大家來掌聲歡迎 各部會 然後還有 大家好 有沒有覺得對澳洲利益 我來講一下不一樣的加拿大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去過澳洲 所以其實看到他們的簡報的時候 好像在複習我的兩年的生活 澳洲生活是真的很經常 但是加拿大也有很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你們可以比較看看 不一定要一窩蜂的往澳洲打 但其實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看 然後接下來的簡報 底下的那個照片 都是我自己親身拍的 那個是我當初生活在那些地方的時候 拍的照片 我在2009年到2011年 先到澳洲打入度假的快兩年 然後之後又很瘋狂的加入第三年的加拿大 我很幸運就是現在打入度假有15個國家 然後我參加了兩個 如果我再年輕一些或是我再更早一些 我或許會去更多地方 請點準備就是大家都有提的保險 很重要 但是不要太害怕 因為剛剛太多工商的東西了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遇到那些東西 但是朋友有遇到 就是多加注意但是不要太害怕 再來還有很少人會提到的疫苗 我覺得低肝疫苗 如果你沒有低肝的抗體抗原 拜託你一定要去打一下 先去醫院檢查一下 再來就是你自己 常常在用的常備藥 因為當地的藥 其實有時候你不適合用 或是藥品其實還蠻貴的 再來就是主管他們有講到的 就是出國登陸 現在我大概出國以後 大概都會做這個動作 太抽獎了 但是我沒抽到過 再來到加拿大 最重要先落地之後 就簽證嘛 簽證帶來的入境商以後 就是要先申請那個 Social insurance card 就是我們所謂 像澳洲獎的稅號 然後你一定要有稅號以後 才能合法的工作 所以合法的工作之後 你一定要簽契約 再來有薪水才有福利 這些我覺得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大家 那個主管講的蠻清楚 所以你們其實可以 還有那個外交部現在的 打工部教網頁 其實上面資訊真的很多 不像我們以前剛去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們一定要做好功課 再來問問題 這樣可能會比較清楚一些 再來住宿 住宿所謂的 像在澳洲跟加拿大 都有所謂的share house share house的話 你好的話 遇到好的朋友 好的房東 我覺得就是沒有什麼糾紛 你可以很開心的到你結束 但是有很多朋友 是有遇到糾紛的 甚至行李被丟掉的都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簽約 然後現在看澳洲的最低工資 再來看一下加拿大最低工資 會比澳洲來的少蠻多 還有稅的話不像澳洲可以全退 稅的話會被扣 扣蠻多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像我之前是在 然後我有在亞伯達省跟BC省工作過 現在這個是最新2016年的薪資 在我們那時候亞伯達省的薪水 大概只有9點多塊 不像現在已經超過10塊 再來消費的話 你去買東西 他會外加稅 在澳洲 像澳洲一樣 就是那一家 但是加拿大是外加 所以你買東西看到標價 不一定是那個價錢 你或許要再加一些消費稅 然後那個只是大概5到15%的稅 再來就是最重要 進餐廳吃東西要有小費 小費大概其實沒有常置 但是一般而言 大概是15%到20%的小費 再來交通 很重要 開車 澳洲相反 然後還有滿地的袋鼠 這很重要 像我自己其實有撞過袋鼠 所以其實要這樣小心 還好的沒事 但是袋鼠好像就是RID走了 然後在加拿大方向是一樣的 可是最大的不一樣是規矩 台灣我們有我們的所謂我們的規則 然後在加拿大 在美國 甚至在歐洲 我都開過車 其實他們還大部分來說 都是很遵守交通規則 並不像我們可能就是左右看一看就可以走了 然後紅綠燈參考用 但是在國外的紅綠燈千萬不要參考用 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 再來租車很重要就是像我自己租車的話 我一定會除了第三折騙以外 我會再保一個免折騙 免折騙 他雖然會貴滿多的 可是我覺得是一種保障 因為至少你發生事故以後 不用再自己額外多付一些 所謂的天價的費用 還有現在加拿大的話已經有 剛主管講有八個省份可以免罩 免適換照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方便 再來 好前面再去講 我講一些我在那邊旅行的時候 因為像我自己的習慣在澳洲跟娘老大都一樣 我前半的時間我大概都在工作 可是我會集中在後半換回來的時候 集中旅行大概一兩個月都在旅行 所以會一直移動 像這個的話是在每年的卡加利會有一個牛仔節 我們我那一年剛好遇到最盛大的一百週年紀念 所以其實那一年在卡加利有發一個很盛大的那個牛仔節 會有很多的表演啊 牛仔秀啊 還有一些在台灣比較看不到的表演 再來 像這個就是那時候我們有所謂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聽過沙發沖浪 我們結束旅行之後 結束工作以後我們去旅行 我們有參與所謂的沙發沖浪 就是couch service 所以就是你跟他交換 呃 當地的 這個是在 呃 加拿大東漢 我們就是寫E-mail去跟他說 我們可不可以就是 寄住在他們的家 他們是一群年輕人在外面租的房子 然後住宿是不用錢 他也很好 那時候他室友回家 所以他把他們的房間借給我們住 我們幾個女孩子就去借住當地人回家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也要就是回饋 所以我們去買了水餃 教他們做水餃 他們也覺得很新鮮 再來這個的話 這個是在Bank 是洛基山脈 我在洛基山脈待了快五個月 然後很多地方就是像這樣子很漂亮 如果你很喜歡戶外的話 我非常推薦在洛基山脈 可以多帶一點時間 冬天可以滑雪 夏天的話就是騎著腳踏車可以到處跑 這個呢 就是在溫哥法的新年 農曆新年 他們 我覺得他們的年位甚至比 在台灣有些地方還要重 他們會有這種烤豬啊 就是一整排 然後當地的 溫哥法的市長 還有一些最主要的那些主管們 他們會穿著那種中國服飾 還會拿相拜拜 再來這個還有很值得推薦 在加拿大 有那種握鋪火車 我們那時候參加一個 從加拿大西邊做到東邊 三天三夜都在火車上 就很好睡很好吃 養豬之旅 可以試試看 其實他這特價的時候不貴 他們那個國鐵叫做DIA 所以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三天三夜都在火車上 你不會有 在台灣不會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還蠻不錯 這是餐車 就是我們三天的早餐午餐晚餐 所有吃的地方都在這兒 就是很好 然後外面有一萬五季的草原 這個呢 是大家最想看到的東西 極瓜 這個我並不是在加拿大看 我是飛到阿拉斯家看 所以其實我朋友在加拿大 像在白馬 再往北京 靠近北極圈部分 其實就看得到 你們就可以 其實都到了 花些時間 花些錢去體驗一下 最後這張是在Fave 我最喜歡的一張 是在我工作的地方 然後是做當地的Gondola 就是我們的攬車 坐到最上面 往下面看 大概就是像一張仙境一樣的景色 所以接下來就謝謝大家 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再問 這樣謝謝你們 好 謝謝 謝謝可以來的觀眾 謝謝 好 我們是不是再給我以上五位青年朋友 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他們帶來精彩的分享 謝謝 好 五位青年朋友都會陪我們 到活動最後 所以大家有問題的話 還可以跟他們有時間 可以來多多做個交流 好 待會呢 我們將先中場休息20分鐘 那下一個階段回來呢 我們邀請在台灣的駐華代表 跟大家說明一下 目前他們國家的一些度假打工 推行的狀況 那大家剛剛有看到外面 我們有一些 關於住假打工相關的攤位 所以待會大家要休息時間呢 可以到外面多多跟他們做交流 以及我們有準備小店 先要給大家做個享用 那我們就先休息20分鐘 謝謝大家 好 那就歡迎大家到我們的會場這邊 那接下來的活動呢 我們會邀請到 我們各國的駐華代表 跟大家介紹一下 目前他們國家的一些 度假打工的資訊 那首先我們要歡迎的是 澳洲辦事處的史天心副處長 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給大家一個掌聲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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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不是另一部分 謝謝 可以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好 好 我是澳洲辦事處的 雪水西 今天 我感謝外交部 讓我有這個很好的機會 跟大家聊聊 澳洲對於空當年或打工度假 有很長的歷史 澳洲的年輕人 或許你們知道 通常給自己 一段空 不好意思 空窗期 在澳洲或出國旅遊或打工 做一些和平常完全不同的事 事實上 我自己也曾經在一個牧場 及咖啡店打工 賺大的錢 用來支付我的生活費 並且提供我在西班牙 一個學期的學費 在完全不一樣的工作環境下 認識許多和我不一樣的人 也是很寶貴的經驗 並且幫助我成長 及獨立 身為一個外交部的人員 我有的時候必須在國外 代表澳洲的農民 所以 過去這些與農民的工作 工作經驗變得非常有用 好 打工獨家計畫 是邀請國外的年輕人 先與我們空當年的傳統 旅遊玩樂或許短期相課 而且交流文化 並即止打工來負擔費用 打工獨家計畫 是甚麼時候開始的 如果你可以猜 對 你可以贏 一個澳洲巧克力 誰知道 我們的大工獨家計畫 是甚麼時候開始 甚麼年 參賽 沒有人敢猜嗎 對 好 是19 是19 甚麼 2014年 不是 不是 我聽不到 2014 不是 是1975年 可是 謝謝您猜猜 您可以猜猜 這個 謝謝 沒有別人願意猜 好 好 是 所以是有很長的歷史 其實 打工 包含18歲到30歲特定國家的年輕人 包括台灣 台灣是2004年開始的 好 這個是台灣可以去的地方 好 去年誰可以再有多少名 用台灣的打工度價值在澳洲 我們沒有限制 所以誰可以再有多少名 我說得對嗎 多少名台灣人在澳洲打工度價 超過10萬 謝謝 超過多少 超過10萬 那很好 你做很多研究 你可以有超過 謝謝 其實有 兩萬四名台灣打工度價值在澳洲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大的數字 好 對 很大的數字 這個包括第一年還有第二年的簽證 為什麼這樣 你們或許知道澳洲是唯一的國家沒有限制台灣打工度價的人數 當然這個是原因之一 但是我同時相信台灣與澳洲的人民有非常類似的價值觀 我們都認同辛苦工作同時保持輕鬆積極的態度 我們也很高興看到許多來自台灣的朋友 好的 我覺得台灣將澳洲打工度價簽證數字的第二名 事實上 台灣也同時是申請第二年前的第二名 我覺得這個代表許多的台灣人非常享受他們在澳洲的時光 我希望 好 打工度價簽證可以讓你在澳洲停留十二個月 如果你在澳洲邊緣地區花了四個月的時間 你也可以申請第二年的簽證 所以這個四年在邊緣的地方 不一定是農業的 是農場的工作 也可以是咖啡店 或者什麼樣的工作 不管 可是在田園的地方 你也可以 你可以為每一個雇主工作最多六個月 進行短期課程最多四個月 也可以進行的旅行 好 說到旅行 打工度價簽證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讓你去旅遊 我知道我有點偏頗 但是我認為澳洲是在地區上一個很美的國家 如果你決定去澳洲 我會鼓勵你去探索城市外的自然景觀 去登山在沙漠中綠營 在大寶礁屋前 參觀原住民的石洞壁畫 或在美麗的海岸游泳 這些照片都是台灣打工旅家人所拍的 所以我覺得很棒 也是 是 當然 城市也很棒 澳洲有五個城市在經濟學院的全球最適宜居住城市調查中排名 前二十名 摩爾文更是連續三年榮登全球最適宜居住城市 所以這個 Top left 是摩爾文 差不多嗎 澳洲的土地是台北 澳洲有關於澳洲的一些資訊 你在澳洲會遇到什麼呢 澳洲和台灣有許多相似之處 同樣是島國人口數相近 具有原住民的歷史 好 誰知道澳洲或者台灣人口比較多 澳洲或者台灣 哪一個比較多 沒有人願意猜 有超分離嗎 好 台灣 好 2014年澳洲的人口超過台灣 可是很好的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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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 澳洲人口非常分散 所以我們沒有台灣發達的公共建設 例如捷運 到處有WiFi和無所不能的便利商店 但是澳洲的空間體驗是很特別的 那種漫步在無人可見的沙灘上的經驗是無法比擬的 以地質學向來說 澳洲是最古老 地形最低頻的大陸 所以很有意思 一個好處是 一個好處是 完全沒有地震 完全沒有地震 我還很怕地震 還沒適應 澳洲是多元文化 我們有很多移民 中國目前是澳洲的第一大移民的來源 當然在歷史上是英國 現在英國是第二來源 許多澳洲人是在國外出生 包括我自己 誰可以猜我在哪裡出生 我巧克力 沒有人欲養 澳洲 蘇澳 西班牙 付 matar zij 謝謝 我們對我們的原住民文化也是非常自豪 台灣一樣 現在有多小的小朋友 就兩個 好 這可以告訴我在澳洲保護自己的安全應該做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 因為我知道我們的以前發表演講的人給很多 對 好 還有一個 巧克力 還有一個嗎 就是最後的巧克力 好 要撞到那個袋鼠 要撞到袋鼠 這是很好的 好的 好的 一統計上來說 任何時刻 在澳洲 多有數一千級的打工獨家年輕人 很不幸的 就像在台灣一樣 有些意外就發生了 我要告訴各位澳洲和台灣政府 正共同努力減少這些事件的發生 台灣也提供澳洲人同樣的保護 當然包括警察協助什麼的 保護你自己的方法很多 例如 離開台灣之前 安排良好的旅行保險 是很重要的 不要忘記 在澳洲我們靠左邊開車 所以逛街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自己打算開車 特別是長途開車 要好好準備 有時候沒有很多加油站 對 每兩個小時 每兩個小時 要休息一下 不要太累 在下山或游泳池 游泳的時候 一定要在有救生員的區域 有人通常是在紅色黃色的棋子之間 這個是一個圖片 碰到我們的一些單機的動物 朋友們也要小心 特別是俄語嗎 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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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得到有用的工作经验 甚至存钱 但是一定要实际 这个计划不是实际让你成为百万富翁 百万富翁 记得 实心和台湾比较看起来很高 但是你的生活费用同时也会增加 在这边有经济学的同学吗 谁知道GDP PPP是什么 有吗 GDP PPP是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可以买什么 在这个方面澳洲跟台湾一样 这个有道理吗 所以在台湾的平均收入可以买什么 在澳洲的平均收入可以买一样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的收入是澳币 你可以买跟你的台湾收入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好 这个是 我小复杂 不好意思 好 对 这个可能是比较容易 澳洲平均生活费用对于年轻的旅游值 是不便宜的 一碗15元澳币的面 折合台币是500元 对 这个比较容易了解 好 英文 好 我们强烈建议如果你的英文不够好 你可以在抵达澳洲后马上分级参加短期课程 你的英语能力对于你在澳洲经验品质很重要 说到英语能力现在来聊聊轻松的 有些台湾人告诉我们澳洲人讲的英文不太一样 那里不一样了 首先 口音 就像在台湾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口音 比如说 有人说 我说 今天 today 听起来 today 要死的意思 这个三文不好 所以口音不一样 基本上 偏远地区等于叫重的口音 可是不一定 你会发现 自己在这些细微不同发音下习惯得很快 第二 字会 这就像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不同一样 如果你学习过美国或英国英语 你会很快进入状况 但是你发现有些字是不太一样的 就像我们学的计程车 还有出租车这样 对我来说很麻烦 最后 俗语 G'day mate 意思就是 hello 你好 你好朋友 除了大家知道的G'day mate 你很可能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俗语 如果听不懂 不要害羞 温当地人 澳洲人非常喜欢解释我们的俗语 好 现在大家对澳洲有些了解了 现在我要谈打工度假签证 现行打工度假签证必须年满18至30岁 先请人要具备有效台湾护照 并通过健康及相关规定 可是就是这些 真的规定不多 不需要英文能力测验 我们不需要看你的保险的证明什么的 所以我们很想鼓励你去买 好 但是申请签证咨询都是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 你可以请朋友帮忙翻译 你会发现具备一定程度的英文能力 将使你在澳洲的生活更容易 这是申请签证的网址 你可以上网申请 签证申请案件有澳洲在香港的办事处处理 他们的网站也有中文介绍打工度假计划 如果有疑问 请直接与他们交换联系 我们希望每个 每一个 来到澳洲打工度假的年轻人 都有个安全美好具教育性 还有难忘的经验 从我们听到的故事 其实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有 最后 澳洲青年 澳洲年轻人 也可以来台湾打工度假 可是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很多澳洲青年人 知道这个很棒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去澳洲的话 好 我希望你能推荐你的澳洲朋友 也来台湾打工度假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机会 好 到哪里可以得到更多资讯呢 我们的网站有一个签证移民的部分 其中包括打工度假相关资讯 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 按赞 得到所有有关澳台关系的最新资讯 谢谢 让一下 谢谢 谢谢 热源副处长 谢谢 对我的中文用 谢谢 谢谢 我们这个副处长给热烈掌声 好不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 皇上贸易办事处的叶子军业秘书 跟大家介绍一下波兰的情形 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谢谢 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波兰的打工度假的计划 然后一开始我们先看一下波兰在哪里 这是欧洲 下面有一个像靴子 大家知道就是意大利吗 然后我们波兰的旁边 其实波兰它其实就在德国的旁边 德国跟捷克的旁边 所以其实并没有大家想像中的那么遥远或神秘 然后波兰的土地呢 跟台湾比起来当然是大很多 但是它人口 人口其实只比台湾多一些 台湾是两千三百万 那波兰是三千八百五十万 所以其实在波兰是蛮舒服的 走到哪里都很有度假的感觉 不会觉得很拥挤 然后波兰它是一个比较平的国家 所以不像台湾这样走到哪里 就要爬山或下山 它的三代就集中在南部跟西南部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会很常问到的问题 波兰是共产国家吗 不是哦 我们从90年代初开始就已经是民主国家了 跟台湾一样 波兰的国旗是上白下红 所以 然后它的国徽是老鹰 那波兰的弊别叫做资罗提 我们虽然是欧盟的成员 但是我们没有进入欧元区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钱叫资罗提 资罗提跟台币的比呢 大概在八块到十三块之间 所以一般比较好计算就是 一块资罗提等于十块钱台币 然后接下来 大家看到这个是波兰文的字母 我们用的也是拉丁字母 就是偶尔会头上多一瓶 或者是脚下长个尾巴 然后波兰文它 其实看起来好像很难 但是它其实还蛮好学用讲的 因为波兰文看到什么就念什么 它不会有弱化 比如说上面的 Basic facts about Poland 那如果用波兰文念的话 就会变成 Basic facts about Poland 其实没有差很多 然后它的字母的话 就是很简单 前面五个就是 A be c de e 所以 其实蛮好学的 大家如果到了波兰花一点点时间的话 我觉得可能三个月之后 就可以开口讲一些基本的字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波兰的主要城市 第一个当然就是华沙是波兰的首都 但华沙有美人鱼的传说 所以华沙它的那个 华沙这个城市 它的象征也是美人鱼 接下来是南部的克拉克夫 这也是观光的大城 它也是波兰的古都 它很漂亮 然后这边有一个龙的传说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屠龙英雄 然后第三个是罗斯 是波兰的第二大城 以前好像在我那个年代 地理课本会说它叫做洛茨 然后接下来这几个 弗洛茨瓦夫 波兰兰 格旦斯克 跟卡多韦斯 都算是波兰比较大的城市 那比较特别的是 格旦斯克就是右边属外第二个 它在北边 它那边已经是波罗的海了 那边就是著名的琥珀产地 然后从那边也可以搭邮轮去北欧玩 在波兰的话呢 也有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也是很适合观光的地方 台湾人比较知道的可能是 在它的南部 它有一个盐矿 地下七层的盐矿 那边非常漂亮 建议大家去看 然后波兰有名的 当然就是 第一个那个是烟熏起司 它上面有蛮多纹路的 这个在南部比较容易买得到 尤其是克拉克夫 路边都有很多 然后还有就是牛角面包 牛角面包的话就是在波兹南 它们甚至会有一个就是 就是专门牛角面包的节日 然后在那边也有一个博物馆 可以去学做牛角面包 然后接下来就是波兰人出门必备的香肠 跟蜂蜜酒 用蜂蜜酿成的酒 波兰其实它在欧盟算是农业大国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苹果 种类好像有到13种 所以大家去的话可以试试看 有腰切口感比较绵密的 或者是比较清脆的 有比较偏酸的偏甜的 当然有青苹果 然后还有就是覆盆子 或者是覆盆梅 这个是很健康的水果 除了这个以外呢 波兰也产很多的樱桃跟草莓 所以大家夏天去的话 可以吃到一个蛮特别的 就是水饺包草莓 或者是包蓝莓 它们这是它们夏天的甜点 就这样这样波兰饺子 可是中间包的是水果 蛮特别的 接下来就是要讲一下 波兰的打工度假计划 我们这个计划呢 是从2014年年底才开始的 所以 不好意思 所以对台湾的民众来说 可能还有点陌生 我们的计划一样是为期一年 那主要是以度假为主 打工为福 所以呢 最多最多可以工作半年 剩下半年就请大家放宽心 去看看波兰的自然景观 波兰的森林也很漂亮 那每年我们开放的是 200个名额 最近会有一些有兴趣的人 打电话来问很紧张说 名额还剩下多少 我在这边告诉大家 名额还有很多 欢迎大家来申请 完全不用紧张 完全没有压力 想要申请的时候 就可以来申请 我们也没有分说 什么时候可以申请 全年都开放 那可以申请的人呢 一样哦 18岁以上 30岁以下 所以 如果你来跟我们申请的那一天 比如说你的生日是1月1号好了 那你来跟我们申请的时候是12月31号 这样是可以的 申请的当天未满30岁就可以 然后 所以去的话呢 就是只能够自己去 不能够带亲属过去 每个人只能参加一次 然后要的文件非常简单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有台湾的护照 校期要15个月 然后来回机票的定位记录就好了 不用先开票 不用先付钱 给我们看 跟比如说旅行社或网站上自己预约的 那个练一串就可以了 然后英文财力证明 英文财力证明的话 大概差不多 三千块欧元就可以了 三千块欧元 所以差不多十万多的台币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那个保险的投保证明 我们要求的是 生根旅游医疗保险 它是一个特殊的保险 它跟一般的寿险 旅评险 学生险 什么国际险都不一样 它就是叫做生根旅游医疗保险 这个保险是因为当初生根区 他们在做签证 申请设计的时候 他们特别 特别就是要求的规定 主要就是说 希望大家去那边的时候 会有个保障 前面有很多的长官 或者是朋友 大家分享都有提过保险的重要性 所以呢 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去买一份 它叫做生根旅游医疗保险 英文的话叫做 生根medical travel insurance 然后就是 你要就投保一年 然后这个就是英文旅游计划书 这个计划书呢 主要就是让我们可以明白说 你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构想就好了 不需要写的很像一个论文报告厚厚的一本 不需要 简单一张A4的字也可以 就是大概写清楚就好了 那申请签证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要去我们的签证申请系统 叫做Air Consulate 那上面去填表格 它有英文版的 填完之后呢 把表格列印下来签名 表格上面会告诉你说 在哪一天的几点来给我们申请签证 我们申请签证是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 然后带着刚刚讲的文件 护照 机票订会记录 财力证明 保险证明跟旅游计划书 这样就可以了 那详细的那个签证申请的事项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办事处的网站 是也很简单 三个W 然后点波兰 点TW 台湾 那我们办签证很快 只要两个工作天就好了 所以星期一来 星期三下午就可以拿了 如果文件都OK的话 然后 我们这边办签证 请大家不用紧张 因为常常有人到窗口来的时候 第一件的时候手都翻了 然后讲话也是嘴唇发子 真的不用害怕 我们的签证官都很和善 然后还有就是重点 去那边可以在哪里打过 因为波兰喔 讲的是波兰文 但是一般的年轻人大学生 他们的英文程度都很好 所以其实在波兰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用英文大致上沟通也没有问题 那去那边的话呢 我们建议的就是可以去找青年旅社 或是波兰当地的越南餐厅 中国餐厅 因为现在有很多台湾学生在那边 所以也有一些台湾餐厅 然后又或者是在波兰有24家台商 他们在那边有设立公司 他们有组成一个台商联谊会 所以你们可以跟外交部在波兰的 那个注点问一下台商联谊会的联络方式 然后跟这些台商问问看 有没有可以申请工作的机会 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前面讲过 波兰也是一个农业国家 所以他也是有一些夏天的时候 波兰的大学生会去批一些 我刚讲过的草莓或樱桃来卖 就在市场卖 所以呢我会建议一般去的话 可能就大概五月的时候去 那个时候天气已经比较回暖了 没有那么冷 那那个时候也一些农着物都出来 生活就是比较开心啦 可以好好的吃一些水果 去玩一玩久 又去采采香菇 等到冬天12月下雪的时候 就可以在家里好好打算一下 要去哪边工作 那那个时候呢 如果有新的人破兰丸 可能也已经基本上可以开口了 那到了夏天又是水果产季的时候 就可以去跟农家 批一些水果来买 就像他们一般大学生打工的方式 另外海北要讲的是 波兰的消费 相对于台湾的话是比较低一些的 所以在那边生活上的压力 比较没有那么大 好最后就欢迎大家来波兰玩 谢谢 好我们谢谢农师 带来精彩又实用的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 我们综合座谈的时间 那待会儿如果各位青年朋友有问题的话 就麻烦指高你的手 我们工作人员 我把麦克风递给你 那我们先稍待一下 大家好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综合座谈的时段 那因为今天我们提供的资讯 其实相当的丰富 刚刚前面包括我们度假打工青年的分享 还有外交部以及驻华使节 这边的分享 提供给大家非常丰富的资讯 那接下来我们综合座谈的时间 其实也相当有限 所以我先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我们等一下可能最多就是受理三个问题 那其实我们在今天提供给大家小手册里面 都有常见的问题 有在手册里面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可以趁现在这个时间 先看一下你们手上的手册 是不是可以回应你们可能常见的问题 可以在手册里面得到解答 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其实上面也有提供一些承办人资讯 可以供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个询问 那因为我们从前面座谈的经验 还有我们常常见到的询问 主要是针对澳洲课税这个部分 还蛮多人对这个部分有兴趣 想要进一步了解 澳洲政府是不是会对度假打工的青年 做那个课税的动作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请澳洲驻华办事处 这边先显著简单做一下说明 谢谢 这个就是因为大家常常问我澳洲的税值怎么样 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一下我们的税值怎么样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如果你是在一个tax year以内 一个financial year 意思是7月到下个6月 赚的钱是十万八千两百澳币以下 不用付税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制度 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改变 政府现在再做一个评估 review 一下我们的制度应该改变 或者不应该改变 所以有可能明年1月可能有改变 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知道他们还没全部结果怎么样 他们目前打算 今年10月说明这个评估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目前的情况 谢谢 那我们办事处副处长的说明 那如果想要参考书面资料的话 在我们小手册的第109页 第109页的第4A form 这一题其实也有 刚刚副处长所提供说明的书面资料 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我们现在就 请大家开始提问好吗 那如果有问题的就请举手 那我们就最多三个 这边一位 那第二位 第三位是 有第三个问题吗 好 那我们就先由这两位陆续提问 然后我们再同问同答 谢谢 各位长官您好 我今天看到一个海外度假打工 我就对这个议题 我很有兴趣 因为2009年我就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我本身是从事新娘秘书 婚纱业 我在温哥华跟多伦多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市场 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首季全球有名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子女 不应该沦回 只是打初工 我一直希望说 能够有机会 引进台湾的人 过去 比如说 像我本身有加拿大吉 我在那边有设一个工作室的话 我希望能够给一些年轻人 在那边有一个展现 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窗口在哪里 我是希望说 各位长官 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这样的联系的窗口 因为我曾经问过台北的那个 加拿大在台办事处 她说这个部分呢 已经移到香港去了 等于我找不到窗口 虽然她给我mail 可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这个mail对我们没有帮助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对等的窗口 能够结合这么棒的一个政府的支援 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 真正的到海外去发展我们的强项 而不是只是沦为去做出工 因为我们的那种婚纱业全球有名 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支援不好好利用 因为说真的 在加拿大 我要找到像台湾这么样的专才的人 不容易 因为他们可能环境的关系 没有办法让他们接触到这么细致 而且这么多元化的变化 无论是新娘秘书 无论是会场布置 无论是MV 无论是各方面的婚企 这个台湾真的是很多国家都跟不上的 所以我会觉得一直很可惜 我一直在注意这个打工签证 我要如何连结 这个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希望长官能够帮忙我们 无论是我们这些在海外的营业者 或者是在台湾的年轻人 大家互相结合这样的支援 因为毕竟在那边 其实你说英文有那么重要吗 是重要 但是呢 它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 可以克服的 最难克服的是它的技术 技术不是一天两成就养成的 它必须是要有阶段性的 所以我是希望说 既然有这样的技术的人 让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在18岁到35岁的这个年龄层 让他们真正看到一个不一样的 那个国际观 因为我本身也是因为 技术移民而出去的 当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看到的真的是不一样 就让我了解 什么叫做田牙式的教育 什么叫做启蒙式的教育 就让我很清楚知道 原来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的小孩都很聪明 只可惜学太多 结果变成不知所欲 所以我会觉得说 是不是可以 让我们能够有个这样子的窗口 让我们能够协助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技能 而不是只是做 出去做这种初工 这是我今天 希望我能够找到这样的窗口 谢谢 谢谢 我想要问一下 申请条件18到30岁的定义 30岁是指31岁生日以前都算吗 还是每个国家有不一样 还是只未满30岁 还是只未满30岁 然后接下来由外交部这边做补充 那第二题的部分 我们就请外交部这边 协助做年龄的说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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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我们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您可能可以提供相當好的技術性的工作機會 如果我理解沒有錯的話 您都這樣子的問題 我就我代表喬委會來這邊尋打 我說明一下 喬委會目前 您好像說您是在加拿大 我們在加拿大呢 我們有幾個服務站 比如說東倫多、溫哥華 我們有這兩個地方服務站 我們會在每一個當地 我們華人聚集比較多的地方 當地的各種性質的商會 都是我們的聯繫跟工作對象 就我所知 多倫多、溫哥華這邊的商會 我們都是密切的往來 您有非常好的動機 非常好的工作機會 我們會能夠offer 跟這幾個商會聯繫 他們能夠幫您做不錯的發布的一個連結 那可能後續 您如果需要這樣子的話 我們後續 我把這些地方的商會資訊 跟您聯繫 那 大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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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如果您的問題是這樣子的話 我想大根哥 這樣可以解決 以我個人所工作的經驗 比如說我在美國 在倫敦 我們的商會 我們跟當地的各個青年 這個聯繫 我們互動都是非常多的 我們也非常 謝謝也非常歡迎 當地的熱心的民眾 熱心的台商 都願意提供很好的工作機會 謝謝 首先我們要回到那個 青年度假打工的那個定義 這個完全就是我們的年輕人 他在這個35歲到18歲之間 他們去當地 以度假為主子 然後再去做其他打工 那您剛剛講的 就是吸引 您認為說我們的青年區那邊 要有一些技術工 這個我覺得利益非常的良善 那相信那個 我們喬委會的長官 他已經有提供您一些管道 可以去做這方面的連結 那我們國內 和那個加拿大的一些工作的網站 我相信您都可以透過在那邊 這樣子 那我們的青年如果去到那邊的話 您有興趣的話 當然您也可以去跟他們做了解 還有聯繫這樣子 對 那相關的資訊 我們都可以在做後續的那個聯絡這樣子 謝謝 謝謝您寶貴的那個意見 謝謝 有關第二個問題 對不起 有關第二個問題 那個有借領 平常講說30或35怎麼算 這個問題 對 30或35 這種滿是怎麼算的這個問題 31 到底是31 或是快36 類似這樣子 那剛好今天有 我們有住澳洲這邊住 還有我們波蘭這邊的 這個代表過來 先請 如果說全部的話 我們現在不敢回答 為什麼 每個國家可以計算 那個確實的標準不一樣 因為這個認定不同 最好你要去打工 度假打工的那個國家的那個 那個管處 您先打個電話 先把它問清楚 因為我們這邊資料 大概是一個統 這個概念性的一個資料 那我想請兩位 先就你們這邊的認定的標準 跟各位解惑一下 謝謝 謝謝 澳洲是微滿31歲 所以如果明天使你的生日 你快滿31歲 你之前去申完申請可以 可以 可以 孤立你去 我已經太老了 34歲 不行 波蘭也一樣喔 是30歲以下 所以你來跟我們申請的那一天 如果你還是30歲 申請完的隔天已經變31歲 這樣是可以的 我們自己申請那一天來認定 不是進入波蘭的那一天 這樣子 可以嗎 對 就是我剛剛有舉例嘛 比如說你是 今天是8月5號 如果你是8月6號生日好了 8月6號滿31歲 那你今天8月5號還沒滿31歲 你今天來跟我們申請可以 明天滿31歲不行 請 其他的那個 其他的各國的這個 辦事處這邊 都可以有電話聯絡 那再打電話去問一下 那先謝謝剛剛的提問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相關單位的解答 那如果大家今天還來不及提出相關問題 好這邊還有一位 謝謝 謝謝 就是剛剛在澳洲的代表的部分 掌握好 那個就是有說到 台灣在澳洲那邊打工度假的人 現在是 在當地的人口算是第二名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第一名是United Kingdom 就是英國嘛 然後 其實我本身就是 對 歐洲 然後英國 是很有興趣 可是就 比較想要 就第一名 只有第一名是英國 對 可是 就是剛剛看到他那個 上面寫 英國人會跑去澳洲 打工度假 對 那我就覺得說就是會有點好奇 英國人他們 主要的心態是什麼 對 我剛好 我剛好自己就Google一下 對 那有發現到時候就是 什麼 世界率啊或者是 薪水的部分 英國的話就是 跟澳洲相比就是比較低一些 因為薪水部分比較低 然後 世界率比較高 是因為這樣子嗎 我想要知道是不是個原因 對 謝謝 對 英國是第一名 可是 對 前面的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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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英國 韓國 德國 還有法國 當然也有台灣 所以就是 the top five 打工度假者 可是 英國當然是最大的人口 英國為什麼那麼多 我們有很長的歷史 當然澳洲以前是 英國的 致命地 對 colony 對 所以英國人當然 跑來跑去 有很長的歷史 這個 1975年 開始打工度假計劃 跟英國 所以我們都有那個 gap year的傳統 都很 我們的價值觀 包括 認為 去旅遊 去了解不一樣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 非常有價值 會有那個 動機是 更了解世界怎麼樣 可是 他們來澳洲 他們覺得 英國的天氣 有一點冷 澳洲比較舒服 他們常常享受澳洲的戶外 生活方式 而且他們喜歡澳洲的啤酒 澳洲的沙灘 所以我會 雖然他們也是工作 可是他們是以旅遊為主 他們打工是 可能會是 在農場 或者在 在 跑怎麼說 對 酒店 所以 對 跟台灣 打工度假設 差不多 可是 對 因為澳幣 跟 英方 是比較弱 所以他們的目的 總之來說 不是賺錢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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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創 你有沒有要補充 謝謝 那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就是 體驗 對 沒錯 好 我想大家在選擇度假打工的國家的時候 體驗學習 還有 包括說語言的互通性 文化的共融性 可能都是大家會考慮到的一些因素 那當然我們會提醒大家 特別要注意的 就是你們個人 人身安全的部分 那所以 今天在我們度假打工的宣導手冊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資訊要提醒大家 是在我們第141頁的一個自我檢核表的部分 那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後續有一個度假打工的規劃的話 務必行前要依照自我檢核表做好各項的檢核 那其實在我們前面度假打工青年的分享 還有外交部以及諸法機構這邊的提醒裡面 我們都把它匯整成這個檢核表 就是方便各位可以逐項勾選 並且在檢核表裡面也有提供我們中央部會相關的資訊 要去哪裡做查詢 然後還有相關的聯絡資訊都有在檢核表裡面 統一做一個完整的呈現 那其實依照檢核表珠相去勾列確認 就是希望大家在度假打工可以快快樂樂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那也希望今天的資訊是可以帶給大家一個滿滿的收穫 那後續大家如果有相關的疑問的話 外交部還有建置一個青年放眼世界的網站 裡面也把相關的問答以及聯絡的窗口都有建在裡面 大家如果有相關的疑問的話 也可以參考網頁上面的聯絡資訊 去做一個email的詢問 那或者是如果對於個別業務有相關的資訊的話 就直接依照我們手冊上面的聯絡資訊去詢問 那針對南部的朋友們 我們在9月6號在台南成功大學 還有一場度假打工的宣導會議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帶來踴躍參與 多聽聽看不同青年的分享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那今天的活動就到這邊正式圓滿結束 那再次謝謝大家熱情的參與 那離開之前的話 麻煩大家幫我們提起相互活動問卷 那交給工作人員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活動就再次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我們 à什麼都可以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吧 謝謝 謝謝 這邊都可以 乾杯